這些地理學上面來說 有些東西沒有辦法解釋 可是我們說到生物界當中好了 牛跟羊 兩種動物都是吃草的動物 兩種動物應該不會有PK的行星 但是還真的發生PK的狀況 有時候牠們在路上 也是狹路相逢 你要怎麼辦 你要退讓嗎 大家不是都吃素的嗎 可是大家火系可大得很 有沒有感覺 真的 鬥起來是左邊那一隻山羊 有沒有發現 那一隻牛有一點想說 這個小傢伙不以為意 你有沒有注意到以小博大 對啊 你看 大家剛有看見嗎 這個牛已經用頭把它頂走兩次 結果沒想到這隻 可是這羊不退縮 越挫越勇 對不對 結果到最後 到最後竟然是羊戰勝了 牛退縮了 不會吧 老師 那麼大隻的牛居然逃掉了 你才知道 所以這個意志力 跟這個堅強的那一種習性 其實不是從體型大小來掌握的 我們講到 因為剛剛我們人有 剛剛牛那麼大嗎 沒有 那就對了 羊會把我們看在眼裡嗎 不會 所以特別是當你踏過牠的地盤 人照理說牠還是會怕吧 有沒有看見 你在這邊釣魚 你有給我買門票嗎 你有問過我嗎 就像踹下去了 我看你順便游泳好了 有沒有發現 可是不對 羊是很溫馴的動物 牠怎麼現在跟狼沒兩樣 怎麼會這樣 有時候牠脾氣拿起來 可扭得很對不對 你還贏不了牠 你如果真的想要跟牠硬碰硬的話 你要想想看你有沒有看過牛那麼大 後果不堪設想 但是如果你手上有一把刀 搞不好膽子就壯了 接下來這個畫面有一點害怕 好像是他們當地特殊的一些 祭祀活動 結果沒想到 到底刀是假的還是羊是假的 你拿了武器羊也不怕嗎 牠這個刀舉得那麼膽 這樣打下去 結果沒想到 砍下去之後 羊整隻好好的 倒是牠的戰鬥燃燒鬥智 你有沒有發現 你那個刀子那麼銳利 結果砍下去 羊是不是有神功護體 整個動物被激發起來 之後你有沒有看見 牠一團火王竟然一撞 你看 滾到地上去 所以大家都很好奇 你到底是力道歪了 可是我覺得再怎麼歪 你有沒有發現這隻羊 身上好好的一點血都沒有 沒有傷痕 對啊 所以怎麼回事 竟然也會有這麼厲害的 但是我們剛剛跟大家講到 其實動物可能是有練過 也可能是天生來的 我們這次龍捲風節目 也跟大家講過 不是有短跑艦這樣在跑跑步機 快到我們都看不見牠的腳對不對 結果大家會覺得說 這麼難的技 有沒有發現這麼難的技巧 這個這樣跑 畫面當中這一隻Hamster 或者我們講哈姆太郎 那一類的倉鼠 牠也會 大家有看見嗎 這真的是無影腳來的 牠在動物未免也太快了吧 而且牠中間還有一隻夥伴 他以為牠在遊樂園有沒有發現 也不會頭暈 也不會吐 怎麼會這麼厲害 其實還不止 大家才發現這種畫面 或者你可以說 這是不是一種新式的跑步機 牠竟然可以跑到腿抖得 快到這個程度 接下來這個畫面很好玩 牠也是一樣跑 跑一跑累了 還會自己跟著牠大車輪 轉個360度 然後再繼續 有沒有發現 結果會 大家數得出來 牠一秒到一秒 你看 轉兩圈繼續跑 真的看不出來 而且大家就相信牠跑很快就好了 老師 牠腿並不長 可是牠的腿的反應速度 怎麼那麼的快 沒有錯 就像剛剛的羊一樣對不對 牠比彈簧還要快 對 羊小志氣高 牠腿短也動得快 沒有人說一定要腿短 還動得快 所以才會發現 而且真的快到你都算不出來 到底多快 接下來的畫面要播之前 我先提醒一下觀眾 特別是如果你是用電腦螢幕 看我們節目的 因為你可能會做的螢幕 比較近一點 就是你下次要注意 當你在玩這個 你看 來 接下來 有沒有發現 我們要注意的是 大家知道看得出來 是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你不要以為他好像會咬你的手 結果沒想到接下來的話 你看 不時接來時 大家以前學過 你看那個眼神當中透露出來的 那個風土跟那個毅力 到底是怎麼回事 原來其實我們要跟大家講的是 不是假人挑戰 不是假人挑戰 因為他氣到了 你看 完全定格 對 有沒有發現 因為他氣到了 他就覺得說 你要就給我吃 不然就不給我吃 是不是 我的肚子可以變胖 我的肚子可以變形 但是我的那一種意志力 跟我的自尊 是不可以被你這樣玩弄的 原來老鼠居然有這麼強大的自尊 對 所以我們才說 你如果怕老鼠的話 你就會發現這個畫面很恐怖 但是接下來的話 這個畫面 搞不好讓你覺得更恐怖 這畫面發生在美國 結果他們最近發現 奇怪 是不是有發生什麼特殊的事件 為什麼牆壁上有沒有看見 這個到底是蛀蟲 還是說有什麼人瘋狂在這邊亂砍 到底怎麼會這樣子 有人在對他的窗框開槍 對 很奇怪是不是 打的都是彈孔有沒有看到 你到底是惹了誰 他這樣一陣掃射 而且你如果仔細看 每一個洞裡面 好像都有一隻一隻的蟲 呼之欲出那種感覺 什麼 不是子彈殼 結果到底是什麼 立剛才你知道嗎 這個竟然是 我陪克 捉木鳥來捉的 他在捉什麼東西 而且你更可怕的是 來 接下來這個畫面也是 有沒有看見 這怎麼回事 你以為他在捉蟲 樹幹上一隻一隻都是蟲對不對 對 結果不是 那是蟲 是他埋進去的一些巷石 是他埋進去的一些 堅果類的種子 他可能要肚凍 不會吧 他把他埋在樹幹上 對 存越多越好 這樣子存法太過分了吧 對 有時候樹上 被捉了幾千個洞 那問題 你樹幹捉得好好的 剛剛幹嘛捉到人家窗框去 對 那沒辦法 你們在這邊人破壞了 我沒地方捉 你窗框是木頭的 木頭的OK的 他就繼續用 但是剛剛講到是木頭 這看起來就好像 就是金屬才對吧 所以大家就很好奇 金屬也可以捉 對 當然是怎麼 眼睛看 眼睛看 都看不清楚 他嘴巴難不像像電鑽一樣 對 還是他今天有喝酒 看不清楚 大家就說 老兄 那個是金屬 但是大家就會覺得 你聽到聲音沒跳 對 他很認真的 很用感情在捉 但是沒辦法 捉不穿 可是大家就很好奇 好有節奏 大家會不會覺得說 他這個捉木鳥這樣 捉啊捉啊捉啊捉 那怎麼不會腦震盪 對 頭不會傷到 他每一下都這麼用力的去撞 結果科學家研究 來大家看一下慢動作 你看一下那個衝擊波 然後慢慢的這樣子 有沒有發現 結果發現 原來他們天賦異秉 他們的血流的控制 乃至於他們的腦 跟他們的顱骨 跟他們的肺 都有固症 就有一些緩衝的效果 所以其實大家不需要 可是老師 如果是人這樣撞的話 可能就腦震盪了 絕對不要學 千萬不能學 那鳥練過大家都不能學 不過總是告訴大家 捉木鳥該有的環境就要給他 不然你家被捉了一桶一桶的 看起來很恐怖 校園裡面 常常有一些怪異的事件發生 但是在土壤底下 挖出來的東西 不外乎是穀物 不外乎是金銀珠寶 但挖出來的冷兵器 說一把劍好了 這把劍是銅錫合金 這把劍有蛇林暗格 但有人說蛇林暗格 這劍已經是千年的歷史了 以前有沒有車床 即使現在的車床 要車出那蛇林暗格都那麼的困難 這把劍究竟是怎麼著作而成的 事實上 立剛你知道嗎 越王勾劍劍一出土之後 大家本來講說 終於發現到了一個 歷史上的一個大寶藏 可是陳如你說的 他出現了很多的謎團 是你用現代技術 都很難想破頭的你知道嗎 連現代技術都沒辦法達成 當然 因為你第一個想到 就是譬如說以刀劍的部分 在古代他們這個做法裡面 當然你的所謂的銅跟錫的比例 它就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銅 基本上它會讓你的這個劍 有韌性 那錫會讓你的這個劍 又有這個剛性 問題就來了 你知道在越王勾劍劍上面 他們居然發現在 劍身不同的部位上面 銅跟錫的比例 居然是不一樣的 什麼 一把劍上面居然有不一樣的比例 那你怎麼能做出 不一樣的比例 我們先講 就是一般如果就 就這個所謂的青銅跟錫 混在一起的比例 差不多是在10%左右 可是他們居然在 越王勾劍劍上面 找到了將近17%到19%的 這樣一個比例 那第二個是說 譬如說以銅的部分 他們居然在這個勾劍劍的 這個劍身的這個劍擠上面 就凸起的這個地方 你說的就是這一塊 凸起之處 沒錯 它的銅的含量比例 其實比較高 可是在劍刃的這個部分 事實上是錫的比例比較高 到尾你這一把劍有多寬 也沒多寬 這兩個地方的銅錫比例 居然會不相同 另外你剛才畫影片上面 你就看得到 其實我們現在講說鑄劍的部分 你就是把這個所謂的金屬材料 燒得這個紅通通的 就把它融進去 對啊 立剛我問你 你燒成跟液體一樣的時候 有可能把那個比例 弄得出來說 你這一部分 不好意思 你就是在劍擠的部分 那一部分就是在劍刃的部分 當然不可能 你要是融不可能 就是比例大家都一樣 可是你不覺得很吊詭嗎 居然還有那完美的比例的配比 才能夠完成了這麼一把 神奇的寶劍 所以當它這個劍擠的部分 銅比較高的時候 就讓它的劍產生了韌性 而它的劍刃的部分 因為錫的部分比較多 就讓它的劍可以變得鋒利 逆於砍殺 可是大家都想破頭的是第一個 怎麼達成 是怎麼達成的 第二個疑點是什麼 你知道我們再回來看 它所謂的劍柄的部分 劍柄的部分 立剛你現在仔細看 你有沒有發現 它很像 我如果不講錯 你很像 你會覺得好像現在 伸縮鏡頭有沒有 鏡頭裡面這樣一圈一圈的 同心圓 但重點回來 我們現在講的叫做月王勾劍艦 怎麼會這樣 同心圓 所以你現在現代技術做得到 做得到 用車床 沒錯 用車刀這樣一圈一圈 練出來 但問題是你知道嗎 他們這個劍格 其實只有0.2毫米 而且總共同心圓有11個 這麼多個 你告訴我古代有車床嗎 沒有 你在鑄造的過程當中 是怎麼鑄造出同心圓 同心圓怎麼做出來的 這個也是一個謎你知道嗎 第三個是你看它 它漸上了這個菱形的花紋 我們剛剛講到說 這個鑄件的時候 你有銅的比例跟錫的比例 對不對 但問題是他們去研究 這個錫的花紋的時候 居然發現到在花紋上面 含硫量比較高 你知道如果含硫 硫這個化學成分多的時候 它可以讓你這個地方防止鏽石 所以你的這個花紋 你的這個科紋 基本上它不會因為時間的久遠 或貨道清洗的時候 受到損害 你告訴我 古代的人 他怎麼會知道這種化學 比例的分配 應該不知道吧 他應該不會知道對不對 2000年前怎麼會有這樣 化學的這種配比 所以大家就很好奇 就說這把劍出爐之後 反而引起更多人就質疑講說 以古代的工藝技術來講 你要說鑄件或是什麼 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跳跳打打 可是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我問你 現代人應該要複製 可以複製出來吧 重點就在這裡你知道嗎 因為我剛剛講說 你這個可以車床車 你知道現在也有很多人講說 那我就完美複製筒件 好 鑄件是直接完美複製 一模一樣的件就出錯了 你知道光銅錫的比例 他們鑄件的人發現到說 我用掉三噸的銅 變成銅廢渣 什麼 變銅廢渣 我都做不出來這個玩意兒 現代人用已經有配比 連配比都知道還做不出來 用配比都知道 因為我就講一個技術 你怎麼樣把這個刀劍的部分 把銅跟錫 還有把硫完美的分配 在你想要的這個位置上面 按照融柱的這個概念裡面 就大家都拿到銅 根本很難你知道嗎 講到這個事情 事實上包含這個八人的 王楚慕裡面 事實上曾經出土過柳葉劍 這個柳葉劍 他一出土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說 第一個他的劍身 其實非常的短小 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他大概只有50公分左右 你畫面上面所看到 跟一般我們看的大刀大槍 其實有很大的差別 結果沒有想到 他們拿到這把劍之後 居然發現到第一個 劍身上面有刻花的雕紋 你還清晰可見 第二個是什麼你知道 他的刀刃居然還是同樣 非常的鋒利 當時測試的時候 居然拿這個紙 就從他旁邊這樣一畫 據說清晰就這樣給它劃破了 這樣就可以劃破 大家就會覺得很奇怪說 你這個鑄造的技術 到現在為止 你剛剛說這劍是2000年前的劍 2000年前的劍 2000年埋在那土裡面 不該鏽石居然還可以鋒利 居然還是依然保持鋒利 你知道嗎 好 他們後來就研究說 很有可能是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他這個劍 要做得這麼短小 因為當時在那個 作戰的環境裡面 它是屬於近距離作戰的一種 也就是說到我們兩個 近身肉搏的時候 它那個距離大概就只有這樣 這麼近的距離 所以那個刀 為什麼要做到這麼鋒利 你知道嗎 一刀斃命 斷冰箱接的時候 一刀就可以斃命 不然的話人家在那邊 不然不去 不是大家就麻煩了 所以每一個劍 事實上都有它鑄造上面 還有它真的實質上面 實際在戰場上運用的這個問題 講到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會想到說 大家喜歡看那個古代戰爭電影 比如說英雄本社裡面 那個Mel Gibson對不對 拿著那個刀子 大劍這樣子砍來砍去 你知道那個劍 其實有個名稱叫做華萊士之劍 華萊士其實在傳說當中 說它高270公分 然後它的鼻子會噴火 用目光就可以殺人 可是你看Mel Gibson 他們拿著這把大劍大刀 在那裡揮砍 你知道嗎 那個華萊士之劍 它的劍身光長就有132公分 你知道嗎 而且那個還滿重 大概有2.7公斤左右 扛起來怎麼揮刀 所以拿起來是真的是 我跟你講 真的 飛揚中 所以可能就像外國人 這樣高的身材拿起來才可以 結果你知道嗎 現代人講說 你華萊士之劍那是古早的 因為現在就被供奉起來 結果居然有現代的駐艦家 還講說我們來複製華萊士之劍 為什麼 講說一寸長一寸牆 你越長的劍 越長的刀更厲害 結果他們完美 他們複製之後 你看他們先用什麼 用槍 用手槍 去做射擊的測試 結果你看有沒有發現到 打過去之後不是打到而已 你看子彈瞬間被封成兩 兩遍 這個當然是OK的對不對 好 結果你說 你說比這個子彈還堅硬 大家知道 但是你要實際上 戰場上面的時候 他們就測試用木馬你知道嗎 他就測試要砍那個馬腳 拿他們做的這個刀子 去砍馬腳 結果你跟妳講 就像畫面上這樣子 那個馬腳你有沒有仔細看 就用竹子你知道 竹子本身也有韌性 你把甘蔗來當作是馬腳 把甘蔗竹子 當成馬腳之後你有沒有看 輕輕鬆鬆這樣砍過去 麻的兩隻腳全斷了 麻的兩隻腳斷掉了 對 表示他其實在砍殺方面 是很正常的 但重點來了 你拿甘蔗竹子 這些東西來做馬腳 戰場上要砍的是什麼 人 是人 那人砍得下去嗎 結果他們就拿那個豬肉 來做實驗你知道嗎 很大隻雞 人家就講說那個豬 其實跟人體最像 結果你這樣子看過去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 不會吧 瞬間就這樣彈開了 為什麼 怎麼會這樣彈開了 因為他的箭韌性太好 你有沒有看到 整個箭彎曲了可是 就把他被豬肉這樣 可是這一把箭你看 這樣就過去了 在比例上做的不一樣 包含刀子 你只要稍微有點角度上的問題 可是你看看這一把 輕輕鬆鬆就把那個豬肉 那個豬的整隻身體 給他切斷 兩把複製的箭當中 一把成功 另外一把不成功了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講 月王勾箭 他能夠做到這麼完美的比例 那是不是有很大的一個難度 沒想到這古代的兵器當中 居然有這樣的學問 你看同樣的兩把箭 砍同樣的豬肉 卻有不同的結果出現 但古兵器當中 我們說金有狼牙棒 這個宋有天靈蓋 那岳家將這些一個將領當中 有一個神秘的兵器 那個兵器可是所向無敵 是什麼樣的兵器 是 立剛 我們都知道 西夏當時 因為他們有冷斷甲的技術 冷斷甲其實在史書上記載 你連強弩 靜弩 都沒有辦法射穿它 這麼強 靜弩都沒辦法射穿 我們都知道弩是那種機械 是用機械能的 那力量非常大 如果弩都射不穿的冷斷甲 那你覺得一般刀劍對他會有用嗎 你根本不可能會用 你也一樣穿不過他 那你對付敵軍 如果全部都配備這種冷斷甲 那你要怎麼去打贏他 那其實很簡單 後來宋人就發明這個武器 這個叫錘 錘 對 這看起來好像有點 拿兩個很重的東西這樣子 在那邊晃來晃去 有人覺得看起來好像演戲用 對不對 這是兵器嗎 我跟你講 這真的是兵器 真的是兵器 其實當然那個 就是小說裡頭曾經記載 當時月雲 何雲 慶 這些人 他們叫金銀投鐵 八大錘 那八大錘對上金屋主委 金龍鎮的時候 光這八大錘就殺出一條血路 他直接哒哒哒哒哒就打過去 因為月雲他拿這個銀錘 據說重達80斤 80斤如果換算過來的話 現在40幾公斤 對 40 50公斤也非常嚇人 彈在手上 那手臂力要很強 那你想想看那個洞能打下去 就算他不是很鋒利 40 50公斤的東西敲在你身上 可是我想想看 你有沒有想過 連一個東西40 50公斤 兩個東西已經快百公斤了 真的假的 能夠有這麼強的威力 那當然我們覺得 這個是小說比較誇張一點 那真的話 我們現在你就想要去 就是重新回復當時的真實狀況 所以就做了一個 我們不要用那麼重 3公斤就好了 你看3公斤 只要一敲那個腦袋 馬上就碎了 那個豬肉裡頭 連骨頭都碎了 所以你一說這麼一錘下去 可能五臟六腑全破了 所以那個動能很大 假雖然它沒有辦法讓你刺穿 可是問題是 你的內臟還是受不了 這種動能的衝擊 那你這大錘子豈不就是 忍斷甲的克星了 是 所以這種非常非常可怕 但是當然這個武器 本身也有個缺點 為什麼 太重了 對 你要拿的那個力氣 要非常大才行 那當時你剛剛也講到過 經有狼牙棒 送有天靈蓋 那其實這是一個 滿悲憤的講法 就是說遇到狼牙棒 你很難去抵擋 因為這就是狼牙棒 他們現在重新回復 用狼牙棒的實驗 實際上它你看 這麼長的一根東西 上面有一堆尖刺 那你人被它打到的話 我想說這是小說裡面的血 沒想到還是真的有加兵器 其實古代真的有這樣的兵器 這個 你手根本不可能接得住 全部都是刺 對 第一個 你沒辦法去抵擋它 然後它距離又長 你也沒有辦法拿你的兵刃 去擊打到對方 對方可以這樣一戳下去 你大概就完蛋 你就在身上穿盔甲也沒有用 你這樣被撞到 你這個不死也是半條命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一個東西 但是我們在講說 西夏 我們昨天也有講到 西夏這個小國 它人口也不多 它黨項民族是少數民族 其他槍人的一隻 可是它可以屹立在列強中 陳吉思汗橫掃天下的時候 他攻打西夏六次都沒打下來 最後陳吉思汗還病死在西夏城外 那他到底是有什麼本領呢 其實是因為 其實西夏人的部隊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強暗 你是說他們帶了一個 神秘的兵器嗎 是 我跟你講 其實當時他的部隊 分成三個主力部隊 然後甚至他有古代 最強的坦克在裡頭 什麼 他古代就有坦克 是 我跟你講 他古代的時候 真的有類似像坦克這樣的大軍 其實就是他的鐵鑰子部隊 他的鐵鑰子部隊 你看 他全身 連馬身上全部都劈著盔甲 你看 全身上 全部都是盔甲 然後他把它全部連在一起 人跟馬是綁在一起的 然後你想想看 人跟馬綁在一起 那我人如果跌下去 連馬也摔了 不好意思 人不會跌下去 人不會跌下去 你人根本 你居然死了都跌不下去 因為我綁在馬身上 對 你直接綁在馬身上 然後他們所以你集集的成正 然後全身上綁在一起 全身都是鐵甲 第一個敵人很難傷到你 第二個你全部一起前進了 你有沒有看到 連馬身上都是鐵甲 對 所以你看 他整個人就綁在上面 對 整個直接勾住 你想想看 我如果陳排這樣直接前進 那對方的武器就上不到你 是不是跟坦克一樣 直接碾壓過去敵方的陣營 敵方對你有什麼辦法 所以這等於是古代的坦克 其實就是古代的坦克部隊 重裝武器部隊 直接這樣衝過去 那個基本上 你看 整個部隊的陣法 完全被這個陣給破了 基本上一般的步兵部隊 是根本幾乎不可能擋得住他的 因為他的重量比你重 你知道他整個人跟馬加起來 超過400公斤 你怎麼去抵擋 擋不住 對啊 你單單一個步兵怎麼抵擋 當然他還有另外其他的副組隊 比如說他有強弩部隊 就射強弩出來 能夠遠距離攻擊敵人 他可以射到150公尺遠 然後他另外還有一個 很特殊的部隊 忍者部隊 什麼叫忍者部隊 我跟你講 就是他的步驟 跟日本忍者一樣嗎 對 其實他們身輕如業 你遇到一些困難 騎區的地形 或是三艦的時候 他們身上一樣有穿戴一些 比較輕的龜甲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們是輕裝備了 是 輕裝備 然後這個拿的比較輕的短臂性 然後在一些特殊地形的時候 突然之間衝出來 趁你不備的時候 馬上把你做包圍 然後再用小部隊 直接把你殲滅掉 所以你看他又有重裝部隊 又有輕裝部隊 然後又有長射部隊 所以當你遇到這樣的部隊的時候 難怪宋軍在好水川的時候 一戰大敗 25萬的宋軍 幾乎披甲無關 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隻靖靈 我們看到這古兵器 跟古戰場當中 有這樣神秘跟恐怖的意思 有一些裝備跟設備在那其中 可是我們說到 那古老的建築物當中 寺廟好了 寺廟夠古老吧 上海的隆坪寺 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寺廟 但寺廟底下 挖出來這地宮裡面 有一個木盒子 大家就覺得怪了 這木盒子已經在千年時間 怎麼木盒子都沒爛 木盒子裡面居然有設立子 那這木盒子究竟有啥學問 事實上從幾次發現到 作為佛古設立 或這些相關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其實他們都有很多的這個盒子 一個套一個 而且被發現的狀態 其實都很像你知道嗎 所以上海 他們現在在這個青龍鎮裡面 他們就開始慢慢的找 就發現到了 當時在找到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也是一樣的狀態你知道嗎 他們找到了四個木夾子 而且這個木夾子 分別是由木鐵金銀四層 而且這個夾子裡面 事實上他們發現到那個木盒子 光木盒子 它那個雕工非常非常的精美 結果這個一層一層打開之後 就發現到裡面 其實有四顆的圓珠設立 而且在發現的過程當中 發現到他們整個的盒子周邊 還有其他的這些法器 或者是其他所謂的 跟宗教有關的東西 都圍著這個進來看 所以他們就一個一個清理之後 就發現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 因為他們在清理的 這個是叫做龍平寺 龍平寺這個地方 他們驗證到說 其實在唐宋的時候 那個地方 那個時間點 其實宗教非常非常的盛行 所以龍平寺居然是由民間出資 所興建的 不是官方設的 不是官方所設的 而且還發現到在那個時候 上海其實那個清埔的地區 它就是一個貿易 非常非常繁榮的一個地方 你可以想想看 從這樣子一個所謂的考證裡面 就可以推算出很多很多的歷史出來 可是講到歷史的這件事情 事實上我跟你講 有時候真的是一個千古之謎 透過這個之後才發現到說 有很多事情是我們不知道的 在1981年的時候 當時那個北京雲居室 他們那些人 在清理這個遺跡的時候 就發現到有一個雷鷹洞 你知道嗎 雷鷹洞其實你知道 他一開始的時候是這樣 就是有一群人 他們本來常常都會去那個地方 去看 因為上面有那個藏經洞 結果他們本來去看的時候 都不會覺得有什麼異狀 你知道嗎 可是有一天 他們在伴路的時候 看到兩個石碑 本來也就走過來走的去 沒有特別注意 有一天突然心血來潮去看 你知道嗎 居然發現到石碑上面 有寫著說這邊藏有佛谷設立三棵 石碑上面居然疑宿名 有 他一聽 研究的人一看說 奇怪 這個地方 他們就決定到這個雷鷹洞裡面 去找 結果沒有想到在雷鷹洞上面 他們就發現到了 畫面上面這樣的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雷鷹洞 事實上這上面有九個藏經洞 雷鷹洞是唯一一個被開放的 可是你看到這裡面 有一些構造是很奇怪的 你有沒有注意到四根大柱子 是 這本來是一個山洞你知道嗎 可是你講的這個大柱子 其實就很特別 因為上面被刻了這個 1056尊的佛像 這個佛像刻在這上面 他們稱為叫做千佛柱 那有四根 你知道嗎 他們那時候就想到說 奇怪 第一個 你眼就出來 你覺得這個是 原來就在洞裡面的嗎 不是 這個柱子 他們去查的時候 發現到每一根重 大概7000公斤到8000公斤左右 這麼重 這是怎麼沒去的 搬進去的嗎 不知道 可是這麼重人不可能搬著洞 所以它第一個是 這個洞裡面有這四個 很奇怪的柱子對不對 第二個你知道 他們本來洞裡面 都是這個所謂的青石板 結果他們就想說 那佛古設立到底是藏在什麼地方 結果就在畫面上面 你所看到這個佛設立 出土屑的這個地方 他們發現到那個地方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旁邊都是青石板的時候 他們以為說這個地方就是土 土我就把它挖挖就好了 結果發現一挖挖不動 他們從山下掉了很多的器具 就這樣子一個一個把它給掀開之後 我的老天 他們居然在下面看到一個白玉座的 一個大盒子 這個白玉座的大盒子 他們就想說真的是發現到寶物了 所以你就把它給起上來 結果在那個盒子的上面跟下面 你看又發現到了 就是說安置佛古設立三立 這樣一個說法 他們就證實到說 當時的那個石碑上面 外面的石碑寫說有佛設立三顆 應該就是在這裡面你知道 結果他們就小心翼翼 把那個盒子帶到山下裡面去 就在晚上12點之後 想要把它給打開 結果 結果 沒有發光 沒有光 但問題是裡面一打開的時候 發現到有兩顆的這個佛設立 兩顆 可是剛剛不是寫三顆 這一載上不是有三顆嗎 你怎麼跟它存能量 那你現在跟我說兩顆 那還有一個 那就很怪了對不對 那到底誰去那邊走 那為什麼少一顆 我先解釋一下雷洞這個地方 因為它的石碑上面 其實後來這裡找到發現 到處都有寫說 還有寫佛設立有三顆 放在這個地方 那表示什麼 表示這是一個公開的祕密 那有很多外國人進去 當時據說還有16個日本人 跑來這邊看或什麼的 然後後來很失望的回去說 原來他們都沒有發現到 這個佛設立 所以大家會想說 那你從三顆變成兩顆 有可能是被人騎掉了好不好 結果再回去考證的時候 發現他其實在隨帶的時候 有一個叫敬碗的這個和尚 他那時候發願 發願的時候 他就說我在這個地方 我要刻那個用石板刻經文 刻刻刻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手機 你會看到很多那個石板 做的一個經文 而且像相看得非常好 你知道嗎 問題是他那時候得到了 佛設立三顆的時候 他就講說我發願 我要把它給埋起來 所以他就藏在這個雷林洞 這是他第一手 結果一直到明代的時候 有一個叫打官的這個和尚 他在那邊整理的時候 弄一弄的時候 他突然發現了這三顆佛設立 他就找到那個夾子你知道嗎 盒子 他找到那個夾子 但是我跟你講 他沒有打開 因為那個時候明朝 結果他就找慈聖皇太后 他就跟皇室裡面報說 我找到佛設立了 結果你知道嗎 那個慈聖皇太后居然跟他講說 這樣子你設立拿來 我這邊參拜三天 你知道那個皇太后一拿去之後 兩個月後兩天之後才還 不是說參拜三天而已嗎 結果你知道嗎 他帶回 他還的時候 還的時候他另外再做了一個 白玉的盒子 就是後來挖出來的白玉盒 對 就把他送回來 你知道這整個迎送的過程 其實非常非常的隆重 你覺得我這邊發現到有三顆 我再送去再送回來的時候 我有沒有可能去檢查 不敢 因為你基本上已經 皇室都給你蓋起來了 你哪敢打開 所以後來大家就只能推斷就是說 可能不是被人家ㄎㄧㄤ走 搞不好這是一場驚心的騙局 因為皇太后在上面又科製 講說我送回來三顆 但從頭到尾沒有人把它打開過 所以到底去了是三顆 回來到底幾顆到現在 沒有人知道 果木裡面出現了 這樣的設立子 居然少了一顆 但一顆到哪去了 仍然是一個謎 可是我們說果木出來的東西裡面 一面鏡子 鏡子算什麼 那鏡子只是琴帶的鏡子 但發現一照不對 那鏡子怎麼居然 可以像X光機一樣 周老師 究竟出了什麼事 我們今天談的是歷史的B面 在客廊上老師不會講的 B面可能是真實的面 剛剛提到秦靖高選 他現在第一個字改調 叫民進高選 放在法院 甚至以前縣衙門 就是政府的上面 證明我是公正的 那這成語來源非常奇怪 就是說秦守皇當年 選這官吏跟選宮女的時候 他每個人要經過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相當大 像最大的電視機一樣 他看到五臟六腑是透明的 怎麼走過去可以看到五臟六腑 看你身體健不健康 但更奇怪在後面 看中你這張心是散的還是惡的 連散惡都看得出來 理論是正經還是不正經 可以看到人格特質 現在還沒有這種機器 但當時有這個記載 中文古代幕裡頭有類似 今天應該叫做視頻這種系統 就是他有一個面 你說電視機嗎 應該現在叫做好像有點 就是遠隔感應這種 另外像埃及的古墓裡頭 有找到菸草 菸草的原產地在美洲 可是埃及古墓裡面有菸草 那表示那時候是有人抽菸了嗎 抽菸不能確定 但是菸草是陪葬 是沒有焚燒過 是陪葬的 沒有焚燒過 因為它可以防蟲 因為它有毒素 我們知道中美洲 南美洲到非洲 當年沒有遠洋航行的船隻的 不可能的 因為沒有造出這麼大的船隻 而且那個地方照理說不產 菸草的居然在埃及古墓裡面 因為會出現菸草 埃及他們蘆葦中 只沿著非洲海岸線走 不是深入大海的 大海很危險 所以它怎麼樣飛過去的 是不是有一個貿易的關係 有一個瑞士人叫 Eric Von Daniken 他寫過了幾十本書 他是瑞士的德語區的 用德語的寫的 這些書大陸全部翻譯出來 他一本書在台灣以前出版 大概是我學生子來看 叫《眾神的戰車》 引起宗教團體很大的抗議 他認為人類所拜的神 都是外星人 我們看到很多的神的造型 是半人半獸 埃及最多了 他說這是外星的生物 中國也有 很多半人半獸的 所以這個也可以有一個 合理的解釋 我在這邊再講到了 很有名的在埃及海 希臘一個小島的深海底下 找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計算機 那麼它已經有2000多年歷史 它的齒輪有鏽蝕掉了 上面還有幾千個名文 就是以前用的古代的希臘語文 現在有的已經失傳了 原來不起眼 一個計算機居然是有七年前的 後來在很多歐洲大學裡面 去把它復原分析 電腦分析 說是古代不但是計算機 還是天文觀測的 那個機器居然有這麼多功用 算整個這個 我們說整個這個 一個cycle的日月新增 天體循環的這些 都可以做出來 而且它的透視圖 跟那個齒輪結構非常精密 我們知道古代的希臘 那個奧林匹克競技大會 753年就是公元前是第一屆 到現在兩千塊三千年了 它怎麼算那個日期 因為它每四年一次 是他們紀元的標準 我們提到譬如說 一個蘇格拉底的生死年代 現在是用西元對不對 也是換算 古代是說第幾屆的 奧林匹克大會的 第幾年出生 到第幾屆奧林匹克大會 第幾年過世的 它是紀元的標準 這個算法非常複雜 用機器來算的 這也是其中一個 後面我再給大家介紹一下 最有名的在伊拉克的一個考古 一個非常震撼的東西 就古代的電池 這已經出專書了 它電池不像現在這麼小 像一個水桶一樣 可是古代怎麼會有電池的發明 大概耶穌時代的 1900多年前 這麼古遠 公元大概一世紀 這個保存下來 裡面加了果汁 一些電解汁能夠發幾個 老師就像畫面當中 這樣子的一個電池 這個非常有名 他連那個分析圖都畫出來 就現在用一些東西放進去 還可以發電 雖然發電量不是很大 我們知道美國的開國英雄 這個Benjamin Franklin 放風箏的故事 小學念過 我覺得他運氣好 沒有被電死 那很危險 但電本來就存在 古埃及時代 在Dandala 在埃及的南邊 去埃及都會去過這個古城 他牆壁的浮雕上面有燈泡 這燈泡是非常長的 裡面燈是像蛇的形狀 這邊似乎還有插頭 甚至還有變壓器的設計 但這裡面有一點不可解的 就是他們一堆人把它這樣子捧住的 但是通了電池會很燙的 我們曉得很多這個 裡面的這個像金字塔也好 或者是像這個在南部的 很多山脈裡面的帝王谷 女王谷 生物到裡面這個墓室 裡面是黑的 怎麼照明 那不就只有點蠟燭了 不行 因為蠟燭會消耗到氧氣 而且會把他的這些壁畫 全黑掉 破壞掉 應該有照明設備 有認為是在外面 白天用太陽光 禁止折射原理 有的外面說晚上燒火 把它折到 但其實到裡面去光是非常弱的 但裡面是完全看不見的 去外景都曉得 應該有什麼奇特的照明設備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古代的時候 常常有一些東西 讓我們覺得非常的吊詭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些東西 在那個時代就出來了 可是我們說人的壽命好了 人生70古來西亞 在以前都這麼講 到了90那可真是人類了 但是說到70歲的人 他可以借屍還魂 到了90歲可以死而復活 這是怎麼回事 其實在前幾天 在大陸四川 就發生一個很奇怪的案例 有一個76歲的老人 叫做黃昏光的對不對 他本來得了食道 已經半個多月沒有進食 對不對 真的這個你也知道說 差不多就已經不行了 大家都覺得已經不行了 可是你知道嗎 他前天的時候 大家家裡面的人發現 他手腳冰冷 而且全身僵硬 已經很明顯就已經走了 對 所以家族就開始 就積極要辦後事 後事就請了道士 還有一個相登師 來佈置靈堂來看 可是道士跟相登師看的時候 就發現說 這棺材怪怪的 為什麼會列一個縫在那邊 你怎麼沒有擺正 所以他就想說 要去把他棺材那個蓋子 把它蓋好 可是弄了半天之後 奇怪的蓋不起來 卡住了嗎 對 所以要打開來看看 哪知道一打開之後 裡面這個76歲老人 那黃黃金人兩隻手伸出來 眼睛瞪著他看 等一下 不對 你不是說他已經冰冷 已經死了嗎 對 已經在裡面放了很久 他怎麼會這個兩隻眼睛 瞪著還手伸出來了 所以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到最後也沒有辦法查出 到底是什麼原因 好 除了說大陸有這種 有這種死而復活的案例 其實台灣也有 2004年在台灣 台中浮順裡 有一個號稱全台灣 最年長的一個臨長 叫做登登櫃 你知道嗎 他那個時候也是醫生就覺得說 他住院住了三個多月 醫生講說這不合 真的是 還是就打了一個強心針 拔了呼吸器之後 家屬把他帶回去 因為有很多台灣人的傳統 就是說你要在家裡面帶 對 回去之後 家裡面的人就開始積極辦 就開始十幾個 三四十個子孫 從各地港回來 就開始坐在那邊 幫他送經幹嘛 十幾個小時你知道嗎 那個心跳未來越越 越來越微弱 可是十幾個小時過後 突然間你知道嗎 這個鄧老林長進來 醒了 醒了 對 而且還叫他大兒子的名字 醫院不是以去說病危了 怎麼回到家反而醒了 對啊 所以大家就覺得很好奇 趕快找醫生來看 到底是什麼情形 怎麼又換起來 後來一看就是 醫生也講不出個理由 就覺得說這是奇蹟 可是家裡面的人認為說 不是奇蹟 應該是那個陀羅尼經背 就幫他蓋的那陀羅尼經背 發揮了一個功效 我們講到說陀羅尼經背 很多人現在都知道說 陀羅尼經背這種東西 好像是秘宗的一個珍寶 對不對 他叫做往生背 所以很多人過世之後 要幫他蓋上去 其實生者 活著的人也可以蓋這個背子 你知道嗎 活著也可以蓋 對 你蓋了這個背子之後 擺協不清 頭好壯壯對不對 還可以幫他化解一些冤親債族 其實這個陀羅尼經背 你看 它很複雜 圖樣很複雜 它包括很多的那個壇層 對不對 一個背子上面有這麼多 對 還有畫一百多個 那個文武百尊在裡面 所以你這個畫有一定的規矩 你不可以亂畫 那個位置不對的話是不行的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 你知道清朝是不是 就是信奉那個秘宗的 所以清朝那個年代的話 只有皇室的人 可以蓋這個陀羅尼經背 一般老百姓還不行 所以你看 其實最有名的陀羅尼經背 有兩件 現在真正傳世 一件當然就是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代表了清朝的盛世 所以那個時候 他是用藏陵羊的那個龍 加上針絲去織的 織出來那個叫做什麼 隔絲 它是一種 中國特有工藝的絲織品 對 所以那個是價值連成 那時候人家講說 一寸隔絲 一寸金 所以你就知道說 非常的貴 對 而且乾隆皇帝 他是180公分的 對 所以要為他量身訂做 所以那個時候價值非凡 其實那另外傳世下來 隔絲 絲織品那個陀羅尼經背 另外一件是誰 誰 當然就是慈禧太后 在定東陵裡面慈禧太后 他蓋在身上那個 也是披了陀羅尼經背 對 也是隔絲的那個 陀羅尼經背 而且你知道嗎 慈禧太后這個更華麗 為什麼 它上面還鑲了820顆的珍珠 那時候價值是16萬兩白銀 不得了 你記不記得1928年那個時候 盜墓大盜孫天英 對 他去盜墓的時候 他進去了那陀羅尼經背呢 沒有 他看著這個慈禧太后 當初看到的那個容貌 竟然栩栩如生 而且當時跟他進去盜墓的 那些士兵竟然還起了營煉 所以你就知道說 慈禧太后那個時候 為什麼死那麼久了 看起來還是這麼的年輕漂亮這樣 所以人家講說 是不是也是這個陀羅尼經背 有發揮的功效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孫天英這個大老初 他們看到這個陀羅尼經背 根本就不知道它是珍寶 他們把上面的珍珠 全部拔光之後 那被子呢 被子就直接翻到附近 裡面的珍寶都拿光了 屍體這樣蓋了之後 所以你看 孫天英他偷了所有的珍寶之後 其實這個無價之寶這個報紙 被子竟然還留下來 留給了慈禧太后 做他最後的陪葬品 我們看到這歷史文物當中 這些盜墓者真的是可惡 但是有些東西留下來 讓我們世人才能夠了解 這些東西當中的一些奧秘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真的 宮城從極地南下 使得這北方的國度白雪一片 你覺得生活在這白雪當中 很舒服嗎 其實一點都不來 但是有時候危險來之時 你要怎麼去應付這些白雪 對 看這些冰天雪地 有時候覺得很漂亮 但是有時候有些人 他坐在窗前賞雪 賞的不是雪景 那賞什麼 人滑倒的模樣 什麼 看人家滑倒 對 畫面上就是那個網友 他就在他家窗台 就這樣錄下去 這疊的可重 就不斷的看到有人走過來 然後就會在這邊跌倒 到底怎麼回事 這段路有什麼詛咒是不是 老師 你有沒有覺得有點怪 為什麼每個人 都是到那個點會跌 那我走旁邊都沒跌 你還可以算算看 就是剛好就是在這一個路口 就那個點 你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 那如果你是在滑雪 那應該OK吧 雪還沒有融 沒有結冰 很軟綿綿的 但是會雪崩 走過去 所以畫面上看到 你看他自己戴Gopro錄自己的 結果 大家看出來怎麼回事 結果還好 還好他有個生日禮物 你知道叫什麼嗎 什麼東西 竟然叫做雪崩的這個 氣囊 對 就是雪崩氣囊 他其實跟我們一般的 救生衣很像 就掛在脖子跟頸這邊 然後遇到我也很忙沖氣 那個沖了氣以後 脖子跟頸部就會互助了 沒有 沒錯 大家還記不記得2013年的時候 很多人心目當中的車神 F1的這個Smart 他不是到現在都還在復原當中 所以才說這種機械 也是機械要傳染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現在遠遠的看到 那個山上面雪已經在積了 你再不處理的話 它其實會雪崩 那你覺得該怎麼辦 那就 畫面上有沒有看見 我們在講雪崩 怎麼變成在講軍事的影片 這在打仗 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看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呼喚那山 那山不來呢 人來了 來了 你有沒有看到 對啊 你如果向他走去 你就訓掉了 俄羅斯人 拜託 我們的愚蠻是怎麼 他們直接用砲彈打 他就發射砲彈 所以俄羅斯人他可能覺得說 你那邊要崩不崩的 我要等你到什麼時候 問題是這樣崩下來 他們怎麼還處之太難 他就覺得 因為是他們造成的 他們搞不好經過精密的計算 用加農砲彈 還太厲害了吧 他們就想說 你在那邊要機到什麼時候 才滑下來 他們就不耐煩 就直接一個砲上去 然後把它打下來 就OK了 你就不用擔心 直接阻止你雪崩 對 因為我就引發你雪崩了 人家是像山上 這個發射砲在安妮 你怎麼像湖面開槍 結果哪是在開槍 他在打陀螺 看起來在打陀螺 對 陀螺 結果畫面 你看轉到整個都變成紅色 你看 結果到底是怎麼回事 結果他們竟然是像這個 你就知道這個湖面結冰 有結多厚 然後這個槍打下去 子彈無法穿透這個冰層 而且大家知道 槍管裡面有膛線 或是我們講南服線 然後就不斷的旋轉 有沒有感覺 就立在這邊轉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 它是冰 可是摩擦到那個子彈 都那種通紅的感覺 老師不對 那子彈居然可以摩擦到冰 摩擦深熱 熱成這樣子 所以他就 你遠遠的看 那個冰上面就一個凹槽 一個凹槽 你以為是什麼天然奇景 不是 這是子彈打出來 但是我們跟大家講到 你以為只有冰這麼厚 這個子彈都打不穿嗎 你相信有一些生物 竟然硬到連刀都砍不破 刀槍不入 刀槍的這東西 什麼東西都可以切破 怎麼他學過金鐘罩 還是鐵布山 你看這個 這個的話 我看不出來了 這到底是什麼魚 他為什麼切不進去 你有沒有發現 他就拿菜刀 然後這樣子 然後又砍又切又刮的 他刀子是燉的 我都很好奇 你既然在燉的話也 你看他最後氣到 你竟然說我刀子是燉的 你看 這麼用力這樣 敲得更猛 對 所以你就覺得 好奇怪 沒想到生物竟然有這樣 銅槍鐵壁 我知道他可能穿了什麼那個 特殊的牌甲 對不對 特殊的鱗片 我們應該要跟他學著點 這樣子的話防彈衣就好做多了 但是我們講到 好 這次魚看起來 就算皮再厚 應該也已經死了 如果剛釣上來的魚 活的 那你要小心對不對 來 我們後面上跟大家講到 你看這弟弟 都還沒有講完 怎麼突然被KO 一掌就趕快打下去了 結果到底是怎麼回事 結果原來是他把魚釣上來 然後這弟弟很有興趣就跑去看 結果沒想到這個魚 就給他脆皮捲下去 所以其實好恐怖 希望不要在弟弟的心裡面 留下什麼陰影 但是我們 那清脆響亮 接下來的話也不是只有弟弟 你看 誰裡面也會發生這樣的事 你看連帽子都打掉 臉都打歪 這到底怎麼回事 他其實是釣到魚了 然後他其實要把魚拿下來 然後要拆魚鉤 結果沒想到 你知道他釣到誰 這個是Galias Groeper 他竟然是哥利亞的石斑 很大隻的大石斑 石斑很大 對 結果他就這樣 你看好可怕 但當然最後還是釣上來 只是說你真的要小心 你不要以為被你釣上來的魚 就沒事了 那海裡面的怪獸非常多 你剛剛說這個大石斑 你就以為夠大了嗎 對 來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個 這也是什麼東西 這哪是魚 這個是鯨魚 鯨魚是哺乳類 問題是牠一樣有尾巴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以為鯨魚牠會很溫和 沒想到碰到船 你看 當然牠其實沒看見 牠也不是故意的 所以牠應該是沒看到 對 牠應該是沒看到 但是大家有沒有看到 你也不知道牠是在船首 還是在船尾 結果你看 牠這樣子一上來之後 這樣再拔下去 有沒有看見 後面那個 那當然大家就覺得說 我們很好運 那個三生有幸 對 牠會被鯨魚打掌 第一個 你去賞鯨 鯨魚真的離你這麼近 第二個 你去被鯨魚拔軌 有幾個人被鯨魚拔軌 第三個重點是 牠竟然還活著 牠就不知道鯨魚的力量有多大 對 隨便掃下去 你像牠那個海豹一打 就飛上天上六 七層樓高 這樣子輕輕的招呼一下 真的是好運 但是我們剛剛講 這個鯨魚是在海裡面 還OK對不對 沒想到立剛才你知道嗎 在大陸江西 他們竟然發現了什麼 竟然有個公司 拖一條鯨魚來了 你看 就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開始 這在幹什麼 牠是怎麼 今天買鯨魚 牠是要扮尾牙還是怎樣 尾牙要吃這一尾嗎 不會吧 結果立剛才你知不知道 我也不確定是真的還假的 牠們竟然說 這一條要拖來餵狗了 這個有沒有八頓 餵狗 那你狗多大隻 那狗可以吃 只千隻狗狗來吃 所以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然後我們要提醒大家 大家記不記得 國內外都發生過 鯨魚死了之後 肚內的一些東西發酵 是會爆炸的 所以下次千萬不要隨便 而且鯨魚是保育類 不要再拖鯨魚上來 我們看到這鯨魚上來 你要小心這爆炸的瞬間 是多麼恐怖的事情 但是我們常常說 天下武功微快不破 但說到那武器 如果一分鐘發射了一千 一百六十萬發子彈 這是怎麼回事 是 立剛 我們都知道 現在目前人類 常規知識武器頭 發射速度最快 是M61的火神機砲 對 火神機砲 每分鐘可以發七千八子彈 這已經夠不得了 那一個整個這樣 成彈幕這樣打出去 相信只要被他彈幕籠罩的地方 全部打在遍體林上 對 你覺得大概 全部全窗百孔 根本逃不掉了 但是問題是 有人還是覺得他不夠 這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有人就嫌了一個 叫金屬風暴的一個新武器 我跟你講 其實這個武器 本來中國大陸想要花1億美金 跟他買這個專利權 真的喔 對 但結果後來 這個人不願意賣 然後這個人是個澳洲人 你知道 澳洲人發明出來 邁克奧維爾 邁克奧維爾他其實 很久以前他一直對武器人有興趣 他一直想說怎麼樣去能夠 提升武器的射擊速度 然後讓他每分鐘能夠 發出更多的子彈 他一直想不出辦法來 結果有一天他就去逛那個水族館 就去逛的時候 突然就看到一隻屋賊 剛好遭遇到危險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屋賊的肚子裡頭 不是有墨囊嗎 噴了墨囊 對 他一遭遇到危險 砰 這樣整個噴出來 然後形成一團霧 然後瞬間噴發之後 然後趁得他的敵人看不清楚 就趕快跑掉 他突然就想到 其實他根本不用去想那麼多 他只要用那種 類似像屋賊這樣擠壓的方式 然後讓這種用壓力 把子彈在瞬間像彈幕一樣 直接一下整個打出來 不就好了嗎 所以他就研製了一個36管 同時36管 然後在瞬間給噴發出來 一分鐘給噴發出 100萬發以上的子彈 這麼多子彈 這真的非常非常可怕 你想躲都躲不掉 是 我相信任何東西 在他彈幕前面 你逃都不可能逃 100萬發子彈那個密度多高 你根本不可能有機會逃掉 那接下來要怎麼實用化 那當然這些專家會去進行 但是人類的武器日新月異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 非常非常的可怕 但是我們也知道 另外一種這種類似彈幕型的武器 就叫散彈槍 散彈槍每次一打出去 裡頭不是一堆小鋼豬嗎 射出來 對 射出來之後 貨外面積大 它貨外面積比較大 但是它相對的 第一個它距離就比較短 因為它風阻大 然後第二個 它的穿透力可能就沒那麼強 它可以造成大面積的傷害 但是比較不能夠穿透 可是這顆子彈是怎麼回事 我怎麼看起來它怪怪的 其實我跟你講 現在有一些特殊的彈種 比如說像這一種 有的是裝飛鏢的 裝一個一個飛鏢 像飛鏢一樣 它在裝在裡頭 你想想看一桶的飛鏢 你意思是說這個子彈裡面 裝了這樣的小小的飛鏢 只是縮小版的飛鏢 是 縮小版的飛鏢 你想想看 它一桶飛鏢這樣 撞一下打出去 你要飛鏢 因為它是漸型的 所以它的風阻影響就很小 對不對 飛鏢型的東西 對物質的穿透力 一定就相對比較強了 比彈珠型的絕對強很多 所以你看 以前你用防彈液的話 你可能可以擋住 但是你用飛鏢型 它就直接穿過去 你有沒有看到 射出一堆飛鏢 是 一堆飛鏢 直接這樣趴一下打過去 第一個大面積傷害 第二個它的穿透力 又比較更強 但另外還有一種QB8的 它是用八個鐵餅一樣的東西 然後塞在裡頭 然後打出去的時候 成為腳錐的狀況 它也可以造成很大的殺傷力 但穿透力就沒有這種飛鏢型像 所以人類不斷的在研究 這種各種各樣的穿透型的武器 其實想起來滿恐怖的 但另外還有一種鋼毛彈 你看這個一樣 它也是類似像 那種非常大的一個飛鏢這樣 然後直接你看 它那一噴 好像一排東西 直接往你整個人上 然後噴發過去 高速攝影機拍攝之下 你可以看到這瞬間的狀況 它其實這是用模擬 它當然不可能真的用鋼毛彈 直接打它 因為人在那邊 它只是用這種高速攝影機去模擬 它如果說它真的用鋼毛彈的話 就是用調味料 對 它是用調味料去模擬的 打出來這整個面積 你看 第一個面積如此大 你怎麼骰 然後第二個 那些都是穿透力極強的鋼毛彈 我看如果真的人 被這樣直接打中的話 你想想看那個什麼結果 那個人恐怕整個被打爛了 根本是完全沒有辦法 抵擋的東西 所以真的非常可怕 但是人類歷史上最恐怖的武器 我覺得有些武器 甚至比原子彈都還要可怕 你知道 因為原子彈一瞬間 把你炸死你就沒有了 對 可是問題是凝固汽油彈 我覺得比原子彈還要可怕 你知道 因為凝固汽油彈 它本身當然是以凝固汽油為主體 可是你知道凝固汽油彈 有加一些特殊的年紀 所以它一開始本來是打這種 建築物或是戰車 但是後來現在已經慢慢應用來 專門對人類殺傷 所以這個東西只要碰到人體 人體可能就被這樣子活活燒死了 對 第一個 你瞬間 第一瞬間被燒死算你好運的 為什麼 因為接下來它會黏在你身上 然後不斷的燒酌 你知道 甚至現在他們研究 在裡頭再加鋃 你知道 鋃會穿透你的骨頭 穿透你的皮肉了 所以那非常非常可怕 我覺得人類發展武器 是不是有點太過頭了 可是我們看到這些武器的發展 也代表人類科技的進步 但是有一點這科技到最後 可能害死全世界的人類 休息一下 來告訴我們 有時候有些運動事害事 你看起來這條路好像 可以順利達到終點 其實實際上是艱苦萬分 是 立剛 我問你一件事情 全世界最難 最困難的 常規運動比賽 是什麼比賽 我問你 常規運動比賽 艱苦的運動比賽 那當然就是馬拉松 我跟你講 錯 叫自行車 怎麼可能 自行車騎起來 騎起來比較輕鬆 錯 我跟你講 這是在哥士大里加 舉辦的征服者之路 這是世界上最困難的比賽 我跟你講 為什麼你知道 怎麼說它最困難 因為這個自行車 不是走在公路上 不好意思 人家走在荒山小基 接下來你要穿過好幾個 鐵路高橋 因為鐵路 有些都已經是廢棄了 你知道從那個鐵軌 那個枕木高高低低也就算了 中間你還會看到 下面都是湍急的河流 都是穩濁的河水 然後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角度 那麼陡 差不多那麼陡 這個就陡坡 那個都還在其次 這個比較累一點而已 我跟你講 你要穿過那些枕木鐵橋的時候 有那個洞大到 你整台車都可以掉下去 曾經有選手是這樣 他到後來嚇到不敢動 你要用特別那種 運送那種 有生臟者的那種木椅 把它從旁邊拉到旁邊 把它帶走 這很嚴重 因為嚇到腿軟 你知道他們三天要跑 216公里 三天就216 是 非常非常遠 非常辛苦 然後要 你知道 這為什麼叫征服者之路 因為這就是模擬 當年16世紀的時候 西班牙人如何征服 中美洲的時候 這一條路徑 從太平洋岸一直到加勒比 但是我必須講 有的時候 我們覺得在這種地方 當然很危險對不對 但是就算在一般的公路上 你也不見得平安 你看這個公路 你不覺得很恐怖嗎 天啊 怎麼那麼窄 是啊 非常窄 在遊覽車上過去 你不覺得隨時到 都可能掉下去 我問你 這是公路啊 這是 一樣是公路 這是汽車耶 汽車叫他開過去啊 我覺得如果是我 根本就想掉頭了 你會想開過去嗎 我是一人不想 遇到這種路 那個都還是水 然後他還騎個摩托車 你打滑可能就摔下去了 所以一滑就再見了 這太恐怖了吧 我覺得這真的非常非常可怕 其實像這一段 其實當年早期的時候 舒嬅公路就類似這樣這樣 其實這騎起來真的很恐怖 也沒有不右路 那個都是沙石這樣 非常可怕 所以我覺得 這真的是非常冒險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們想說 遇到困難地形的話 如果我是用那種 全地形的鋼管車 我就沒問題了吧 那應該可以過的了 對 我就什麼地形 我都可以克服對不對 你看 他一路往上衝 所以沒問題了 那爬坡力又強 對不對 一路衝衝衝 終於爬到上面了 接下來小Case 下坡就簡單多了對不對 你看 他這已經克服 最困難的地方了 他馬上就要到終點了 對啊 就要到終點了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這種路 我覺得坡度超過45度以上 這非常非常困難 這是特殊的這種車才行 但是問題是 你看 下坡下來 應該沒有問題了 等一下 他開上去 還要這樣開下來 對 再下來啊 但是問題是 你看他下來的時候 樂極深飛了 整個嗶哩巴啦 嗶哩巴啦 直接這樣就摔下來了 這樣子一摔 可是摔到兩三層樓的深度 是 那還好 因為它是鋼管車 所以你只要有細安全帶的話 基本上你鋼管沒有凹下去 它人應該在你頭 應該不自由的答案 但是問題你人在裡面 可能已經摔到七彎八速了吧 當然 一定七彎八速 那個嗶哩巴啦 剛剛轉了好幾圈 所以上坡看起來困難 其實下坡有的時候 可能就更危險 我們看到這樣的比賽 這樣的人類的挑戰的極限 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人在這一身當中 你要追求的是什麼 可是有時候 生命的安全才是最重要 有時候你們考慮一下 要不要去參加這種比賽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我們說到這個人的生活環境當中 最討厭的是什麼樣的昆蟲 你想想看 常常會在你身邊飛來飛去 那就是蒼蠅 可是你別小看這些蒼蠅 有的蒼蠅可能會要人命 我們講蒼蠅的話 可能就會傳染疾病對不對 我們不講那個傳染疾病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其實是身懷絕技 或者你可以說 他身上有帶胸氣 他帶胸氣 他這個胸氣非常輕易的 就可以化開我們的皮膚 然後很準的 把我們的皮膚把握住 然後這個胸氣就戳進去了 然後呢 而且戳進去之後開始吸血 沒再客氣的 蒼蠅不是吃腐肉 蒼蠅不是吃臭臭東西的 我們看到這個非常可怕對不對 你跟我說他吸血 對 他下去之後吸血 那我們血不是會凝結嗎 沒錯 但是他的口水當中有抗凝血劑 那他豈不是跟蚊子沒兩樣 就沒有辦法就把它吸上來 對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這邊 大家一定覺得說 你這個的話 他會把這個獵物要吃的地方 把握住 然後接下來再把皮化開 然後再開始戳下去 那這就是蚊子 那你怎麼說是蒼蠅呢 你看那個 這麼肥的蚊子 這世界上其實很多蒼蠅 是會吸血的 所以這不是蚊子 不是 包含我們之前說過的馬蠅 或者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 沒有錯 擁有這種兇氣的 其實就是採採飛 我們叫採採蠅 你有沒有看到 他竟然就像蚊子一樣 你看整個巴豆菇 脹成那個樣子 裡面都是血 有沒有看見他吸血的量 可以看到紅紅的血 還在裡面的樣子 他吸血的量 好像比蚊子還多 對 立剛你覺得 那他這樣子吸血 對我們來說的傷害到底是什麼 當然就是被吸血 就被吸血 頂多腫一個八 沒有 癢癢而已 你運氣不好 被這個吸血的話 你可能要小心 你會莫名其妙昏倒 其實這種 他把我血吸乾了 所以我昏倒 因為他唾液當中 會吐一個鋼皮雅追蟲進去 簡單來講 這叫睡眠病原蟲 什麼 很恐怖 那我不是跟睡美人一樣 他就這樣子睡著了 對 而且還會莫名其妙 不經意的就睡著或昏倒 非常恐怖 剛剛那一隻蒼蠅 看起來好像也很忙的樣子 螞蟻有一些看起來也很忙 是不是 結果科學家就看說 你們到底在忙什麼 全部螞蟻都這樣忙來忙去 沒想到這些螞蟻 深岸組織運作裡面的 打混的一些技能 打混 什麼 你意思說難不成螞蟻裡面 有像部隊裡面會摸魚的人嗎 對 因為很多人說 不見得是部隊 或者是一些公司 它只要組織架構夠龐大 就會有人讓自己看起來很忙 因為它很怕被發現 它是榕源被採源就完了對不對 對 沒錯 螞蟻也會這樣 所以螞蟻這個社群裡面 也有這樣的人 科學家研究之後 你看到一群螞蟻都很忙 它就想辦法定位 然後標定每一隻螞蟻 結果他們竟然發現 天啊 打混的螞蟻超過40% 那你意思就是說 只有60%在工作 榕源太多了 好 當然我們這樣講 有一點過分 那個螞蟻 它其實它不算是在打混 你剛剛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它叫做儲備人力 什麼叫儲備人力 就是我現在沒事對不對 你有用那些是不是榕源 多在那邊 不…話不能這樣講 因為有時候食物少 就沒有那麼多人都有事 食物突然多怎麼辦 你螞蟻又不能找派遣人員 來幫忙對不對 所以他們一窩螞蟻 就是要養這麼多人 平常沒事 他們不能在旁邊休息 不行 你要跟著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忙進忙出 哪怕你根本什麼東西都沒搬 我假裝在找來找去 但我沒有工作 你從組織架構的角度 來看一下螞蟻這個社會型的昆蟲 他們分工到底均不均勻 我們不知道 不過反正看起來都快樂 那就好了 但是接下來這個螞蟻 就不快樂 怎麼說 會生病 螞蟻會生病 生病 而且生一種不好聽的病 因為會發霉 它身體會發霉 螞蟻是活得它會發霉 發霉是什麼意思 簡單來講 就是這個真菌的包子 掉到它身上之後 真菌就開始長菌絲 菌絲就長到它體內 這樣就完了 難道像我們香港的腳一樣 它腳就開始很癢嗎 不會 真的會 不會 它不會癢 真菌會長到它身上 接下來它整隻螞蟻就這樣 弓形這樣弓形 就會變得這樣呆呆的 反應比較質問 我們拿香港腳要給它擦 會不會好 不知道 沒有人做過這種嘗試 好 但是重點是在於 好 它走來走去之後的話 一般這個螞蟻很機靈 你看它這樣走來走去沒事 結果這螞蟻走來走去 會不平穩 會掉到地上去 掉到地上之後的話 因為地上裡面有枯枝若葉 又比較潮濕 適合真菌生長 好 接下來掉下去的螞蟻 還沒死 剛剛畫面已經有看到了 大家有沒有看見 這個螞蟻還沒死 牠會走著走著走著 等到菌絲長滿牠的身體之後 牠竟然會走到比較高的地方 然後接下來就停了 就不會動了 為什麼 然後接下來牠的頭上 就會長出這個 我剛剛冒了一隻很長的東西 紫實體來 然後真菌的飄死 就會隨風飄散 再找下一個倒霉的螞蟻 你說就是這隻螞蟻 就已經定住不動了 你看大螞蟻以後 你不要以為是什麼 這其實是真菌開始要長出來了 然後它的包子要飄出去 我們還好沒有這樣子的病 很恐怖 可是我們有更可怕的病 什麼樣的病 大家知不知道 曾經是世界首富的Bill Gates 他現在竟然說 我們未來竟然會有 大規模毀滅性的死傷 那一定是戰爭 天啊 到底是怎麼回事 金正恩丟核彈 對 要不然就戰爭 要不然就核彈 要不然就生化武器 要不然還有什麼樣的 這種大規模死傷 藉由空氣飄散的傳染病 可是不對 現在醫療科技這麼發達 死3000萬人 3000萬 很可怕吧 那比莎莎還恐怖 對 大家都想說真的還假的 因為其實大家如果翻開 公共衛生學史就會知道 其實一直都有那個流感 一流行之後就會死百萬人 千萬人 幾乎已經幾十年 甚至百年沒有這樣子 所以Bill Gates就提醒大家 這個事情是有可能發生的 我們講到這段話 立剛你覺得 如果真的有那種 大規模的那種傳染病死亡 你覺得應該發生在什麼地方 那一定算是那種 比較落後的非洲 或者是收入比較不好 中南美洲 還沒有跟上來的嗎 印度 很難講 這些地方確實是沒有錯 但是我們覺得最先進的 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 我們講美國 好了 美國 美國也有可能 還有我們跟大家講 之前不是說有這個 Harrie Kahn Harvey 哈威巨峰 不是重創這個德州嗎 到現在還沒復原 對 它的那個裡面 積水裡面的 那個微生物病原體的量 是我們一般的上千倍以上 所以也就是說 那裡面的病原體 正在暴增當中 對 全部都泡在裡面 然後而且有時候一些下水 到有什麼污水 全部都出來 那非常可怕 好 那我們跟大家講到 Texas有這個哈威巨峰 那我們講佛里達州有什麼 有Erma 有這個艾瑪巨峰 對不對 艾瑪巨峰 大家不要以為 我們剛剛是在維延首聽 知不知道艾瑪巨峰 現在傳染了什麼病 什麼病 有一種非常可怕的 這個Glaria 我們叫做這個 食腦性變形蟲 或者叫做變形性的仙毛蟲 它竟然會侵襲人腦 而且幾乎沒救 這麼恐怖 之前Katrina的時候 就已經出現過這個病例 現在的話 這個艾瑪颱風過後 這個疾病又蠢蠢欲動 聽說已經感染四 五個人了 非常恐怖 所以我們才告訴大家 颱風過後不要以為沒事 公共衛生學的隱憂 才正要爆發 我們看到現在雖然科技發達 但是這些病原體 如果真的開始擴散的話 人類可能連防都沒有辦法防了 可是我們說到 現在科學發達之下 有錢的人還真的是非常有錢 你想想看 一個小朋友如果在讀幼兒園 他有什麼樣的想法 可是有錢人的小孩 可不一樣 斯蒂岡 這是在大陸流傳的一段影片 現在非常夯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幼稚園的小朋友 在開這個百萬名車 馬斯拉底 怎麼可能 那旁邊還有兩個大人坐著 他說我們三個人的安全 就靠你了 就直接讓這個小孩子去開車 真的假的 讓他開 然後我跟你講 這個大人還在那邊開玩笑說 哪個小姑娘你叼不到 因為你是信陽最牛富二代 你去開的 這麼幼稚園就開一個 馬斯拉底出去拔牛 那大人是拔得到 幼兒園的小朋友 假路車都騎不好 他居然開個大車車在路上跑 這個是實在真的有點誇張 那看來他跟金正恩沒兩樣 是 其實我必須說 這個已經嚴重違反交通規則了 這麼小小孩子 不能讓他開車 他肯定也沒有駕照 所以現在信陽警報 已經開始要追查 到底是誰讓這個小孩子 去開車 不過看到他們的穿著 應該是冬天的時候 所以他們懷疑是 很久以前就拍好了 只是最近才流出來的 但是問題是我跟你講 這位小朋友其實不夠看 我跟你講 他還不夠看 是 因為比花錢不手軟 他差遠了 他只不過開個馬斯拉底而已 我們的Johnny Depp 我們的國際大明星 他每年要花掉七億八千萬 一個人 對 一個人 一個人花這麼多 是 然後結果他就覺得 他自己也覺得自己花太多了 他是用在慈善工藝上嗎 也不只 我跟你講他都用了很多地方 所以他現在很生氣 他說我的資產管理公司TMG 沒有幫我顧好 所以我現在要告你 你沒有幫我管好我的財產 結果這個 他自己花錢還嫌人家被管好 結果這個TMG很無辜 他說我們每年都有給你建議 但是你不按照我的建議 我有什麼辦法 因為根據他們的估算 他每個月至少要花六千萬 每一個月六千萬 是 我們一輩子賺不到六千萬 他一個月花六千萬 所以這沒辦法 誰叫你要花這麼會花錢 那當然了 他的基本開銷本身就很大 因為他在全球有14筆房地產 光這14筆房地產 價值就31億 這麼多 那這14筆房地產是不是都要人顧 那你就要顧人來顧 然後他要請了40個保全 然後是光一個月光人事費用 一千兩百萬 光人事費用就這麼多 是 然後我們的Chunny大博哥 到哪裡去都要坐飛機 彎流範型的飛機 私人飛機 所以每個月光交通費 就是坐飛機的花會800萬 不得了 是啊 因為飛機進場起飛 都需要落地費的 然後他喜歡收集奢侈品 他光奢侈品裝了12間房子 你就知道 所以他的奢侈品多到這種程度 我跟妳講什麼馬龍白蘭度 馬力聯盟路 這些紀念品 他每一個都去買 他每個月光買酒 就要買120萬 所以這個花錢真如流水 他 我跟妳講 他最近又去投資 音樂公司失敗 然後又幫他媽買房子 這兩個就讓他虧4億 然後他又達成他朋友 零死前的心願 就用一個 把他朋友的骨灰用砲 把他射到天空去 光這個動作 一億兩千萬 光那時候一億兩千萬 所以你說這樣花錢 他怎麼可能錢會夠用 因為明星也不可能永遠 都這麼哄賺那麼多錢 搞不好又還會破產了 是 所以我覺得福里抽薪之道 還是他自己要劫持一點 不然你這樣子 全世界最厲害的管理公司 也沒有辦法救你 對 但是問題是 我跟你講 澳洲這位富豪就比較不一樣 他是超級大起又超級大落 你知道他當年號稱 澳洲最年輕一萬富豪 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只不過是一個工人 你知道 電工 結果他就突然發覺 澳洲的煤礦好像可以投資 他就開始去買澳洲煤礦的股票 結果這樣炒股票 炒一炒... 大巴採他賺到11.3億澳幣 不得了 賺得真多 幾百億台幣 對 那非常高 然後結果他就開始投資了 又買球隊又幹嘛 都弄 西弄 西弄 結果現在破產 沒錢了 對 沒錢了 他現在破產 你知道多離譜的地步嗎 你知道 因為他買什麼東西都虧錢 然後原來他煤礦的股票 也在往下跌 結果現在他虧到 你知道他手邊走 他用資產只要2000塊澳幣 價值看起來真的是大起大落 然後剩一個價值2000多萬台幣的房子 然後他欠銀行1億多 欠這麼多 所以他這個錢不知道該怎麼還 所以有的時候這種大起大落 還讓人家真的不勝稀虛 但是問題是 我跟你講你看這是澳洲富豪 他當初投資的中馬場 這個中馬場也讓他虧產了 所以這個東西投資 有時候真的很難講 但是我接下來要講這個人 他的大起大落又比較詭異 我也有一個人自稱是公主 他說是伊朗皇室 流落在民間的公主 他叫拉克 然後他住在英國 結果他是一個電影製作公司的經理 所以他也是有百萬美金以上身家的 那也滿擴錯 結果我一年多錢 他突然失蹤了 不見了 然後不知道我哪裡去 省影了嗎 結果我被找到的時候 他居然在意大利米蘭的街頭 變成一個流浪女 問題他為什麼會跑到意大利去 我跟你講他自己說 他說他有一天走在路上 被人家打婚 然後錢被人家搶走 然後以後他就在米蘭街頭就這樣 這樣就撿東西吃 他難不成忘記了 以前一切的事情嗎 是 但是他說 他現在活得其實很快樂 他說米蘭的人都對我很好 但是我別人家的施捨 我就請願去撿人家的東西 給我吃就好了 所以這種 因為他的姐妹說 他也患有那個情感 情感分裂症 情感分裂症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精神狀況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這個 還要請醫生來看 但是我們說到 人有時候在地球表面上 你做得太過火 可是會天怒人怨 老天爺會懲罰 其實我們跟大家講到 很多的地己地貌的變遷 你都不知道是因為人沒有做 還是因為上天要毀滅他 來 我們帶大家到300多年前 1692年的加勒比海邊 大家聽到加勒比海 會想到 藍天 白雲 或者是喜歡看電影的話 可能是加勒比海盜對不對 對 加勒比海盜 結果沒想到那時候 好像真的有海盜 真的海盜 而且在那個地方的話 它其實就是在加勒比海 就是在亞馬加那邊 它有一個我們叫做皇家漁港 那個地方竟然是很多 海盜聚集的地方 所以那根本是個海盜村 對 那在那邊的話 可能對海盜來說 或許他們的財富的來源 是很快就能夠有大量的 雙雙奴略的 對 所以他們在這邊 就是不斷的揮霍 因此他們會認為 這是一個紙醉金迷 非常一個沉淪的地方 但是問題就來了 怎麼說 不知道怎麼回事 他竟然就在那個時候 6月7號的時候 既然就發生了地震 整個城市就沉到海裡去了 老天爺懲罰他了 對 來 我們看到一下 沉到海裡了 對 其實大家就想說 你這真的還假的 看起來好像電影的故事 不是 來 我們畫面上 給大家看到 這是一個空照圖 你會發現 這有一個橘色的線 這個其實是曾經的海岸線 是在這一邊 你意思說這條海岸線 是這樣子突出來的 對 沒有錯 然後接下來地震了之後的話 海岸線就退到這兒來了 中間到哪去了 中間 中間這一段就消失掉了嗎 沉到海裡去了 這一段沉下去了 對 所以其實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你真的還假的 這段也就是你所說的黃金沉 對 這個黃金海岸 這個黃金沉的話 曾經這個地方我們就說 它其實在這個地方的話 大量的財富在這邊累積 滑到海裡去了之後 財富會被人家現在很好奇 想要去把它找出來 他們不斷的研究之後 而且還有用電腦動畫 去把它復原了 已經要讓我們看到 原本原來這個地方 你說是這個海盜聚集 可是畫面上有沒有看見 他們去探勘之後 立剛才你知道嗎 有沒有 他竟然整個城市 完好的埋在海床下 三公尺的地方 等一下 怪異了 怎麼會整個完整的埋在海床下 而且它其實埋在海床下面的話 它上面其實就是珊瑚礁 跟一些不斷的淤積沉降 蓋在上面的沉積物 三公尺深 他們其實已經零星的 挖出一些酒氣 還甚至有一些懷錶 時間還停在 那時候11點43分 所以東西開始出土了 對 很有那一種龐貝城 一個火箱會下來 整個瞬間 瞬間消失的 對 他們的話 就是一個地震滑下去之後 時間就凍結在300多年前 所以畫面上有沒有看見 現在其實考古已經在進行 他們已經很想要把這個 曾經是300多年前 非常繁華的這個城市 要把它給復原 當然這個復原的結果會是如何 這我們不知道 可是現在已經有很多文物 已經慢慢的被找出來了 這個其實300多年前 一個繁華的城市 它其實因為地震的關係 就滑到海裡去 就不見了對不對 地震會改變地貌 是 它改變地景地貌 有沒有可能地震的之後 不是城市消失 而是有一些地方 地就開始裂開 天崩地裂 怎麼可能 感覺好像有可能 因為有時候我們連都市 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來 我們剛剛跟大家 講到這個地方 是在加勒比海 我們現在講到北海去 北海講的是哪裡 其實也就是在 西伯利亞那邊的貝加爾湖 貝加爾湖這邊的話 當然你就形狀上來看 就感覺是一個裂開的地方 有沒有 一個陸地上面 被撕裂的一個口子 就是這樣子一條的裂縫 一個大條裂縫在這裡 對 那這麼大的一個口子 裂得這麼大的傷口 結果它竟然是全世界最大 甚至是最深的淡水湖 其實我們一般來講 水深只要超過200公尺 你就可以說它是一個湖泊 不然是一個水潭 但是沒想到 它其實可以升到更深 甚至有人說 可以升到七 八百公尺 升到這麼深 對 它有沒有可能 是因為地震的裂系 所造成的 但是大家知道嗎 它其實我們不要 只從地球上看它 這個形狀很怪 它從生物的角度來看 其實也還滿奇怪的 例如說我們講到海豹 海豹應該是在海邊 不然前面有沒有海這個字 當然 就在那像海洋裡面的 貝加爾湖這裡竟然有海豹 等一下 為什麼這裡有海豹 它是迷路了 偶爾一兩隻來嗎 結果沒有 這麼廣大的陸地 它不可能爬過來 有八萬隻 有這麼多 有很多隻海豹 然後大家就覺得很好奇 那你這個海豹是怎麼來的 你不可能是空運來的 生物的侵襲 也不可能走這麼大的陸地 是 所以才有人說 有沒有可能這個貝加爾湖 實在是深到深不見地 你那時候挺像 對 有沒有可能是曾經 地震過 有的裂口 它有沒有可能是藉由這個裂口 跟外界的海洋是相通的 所以就說那個裂口 搞不好以後越來越大 對 這個有沒有辦法 我們就解釋 現在有這個海豹的關係 但是問題來了 我們說這個裂口 有人認為它是終生代的時候 開始裂的 大家以為到現在這個裂 就停止了嗎 你看你知道科學家說沒有停 它可能持續還在裂當中 那它不斷的裂下去之後 你認為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所以你意思說 它可能會越裂越廣 這樣子整個裂下去之後 歐亞大陸就被撕裂成兩塊了 然後就出現了 從貝加爾湖變成北海 變成世界第六大洋 真的就出現了 當然科學家說 這發生在2000萬年後 也不要太擔心 所以還是要經過長時間的變化 對 不過我們從那邊的 不管是鮭魚或者是海豹來說 我們都可以想說 它下面是不是真的有個很深的裂隙 但是大家到貝加爾湖 不要只看它清澈的湖水而已 偶爾仰望天空 你會看到巨大的火球 什麼 天上火球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後面上有沒有看見 你看 這是一個什麼形狀 圓形 扇形 棒球場的形狀嗎 就這竟然是一個光亮的火焰 就在這個貝加爾湖 在西伯利亞那邊的上空 貝加爾湖那邊不是荒涼一片嗎 是 那邊的話人不多 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結果還不止 還有那種綠色的光球 那綠色的光球看起來非常的刺眼 也是一樣在那邊的電池 我們看見亮如白昼 就有立剛你知道嗎 結果他們有人說 其實也還好 幾十年來這邊 本來就很常有這種東西 很常有 怎麼會還好 別的地方沒有 他這有去什麼出現 來 我們再給大家看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話 其實它有圓盤狀的東西在天上 而且還有人說 看起來就像有三個太陽在天空一樣 然後大家就很好奇 好 你說這個地方常常會有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貝加爾湖 它的劣性真的很深 深到深至有可能會通到地底距 所以其實貝加爾湖 不管他是過去 或者是未來不斷裂 但是外星人 搞不好對他很有興趣 我們看到那神秘的貝加爾湖 會不會是因為地震那個裂口 會越來越大 而造成了未來變成第六大洋出現 可是我們注意到地球表面上 破壞力最強的可就是那地震了 墨西哥一個強陣下來不得了 現在這個時候 連馬路都會呼吸 是 立剛馬路會呼吸 這聽起來很扯對不對 是有點扯 根本不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但是墨西哥這次大地震之後 真的發生了 你看這個地 你有沒有看到 上下在動 對 他怎麼一下子 他上下起伏 一下起伏 這是幹嘛 這下面藏怪獸還怎麼樣 所以就說地底下 可能有個怪獸即將要出來嗎 好像有個怪獸要打呼還幹嘛 不然怎麼會上下上下 你有沒有看到 跟人的呼吸頻率差不多 其實看起來真的滿詭異的 這當然可能是 土壤異議化的一種現象 但問題這個現象 不是只有在墨西哥大陣後發生 實際上之前在義大利 也一樣發生了 義大利也出現了 我跟你講義大利 你看這義大利人一端 你看好像什麼東西要 突破地底而出 恐怖 什麼從地心竄出那種感覺 對 那看起來真的很詭異 而且頻率好像還滿有節奏 會不會等一下 是史前怪物從底下竄出來 好像一下什麼東西要冒出來 但是只有在有人的地方才會 不見得 加拿大的森林一樣 出現類似的狀況 森林裡面也出現了 是 你看這森林 樹根旁邊那個地方 你看到沒有 整個這個 地表都在呼吸 整個在呼吸 這森林整個在起伏起伏 難道什麼森林怪獸嗎 這讓我們覺得好詭異 地球上還是有很多 我們不太理解的一些秘密存在 但是其實這一次大地震 我們大概記憶猶行 18年前 台灣也經歷過921大地震 當時台灣也遭受 非常慘重的傷亡 可是它的正央在哪裡 一開始我們認為 可能是在九分二三那個地方 結果後來發現不是 正央應該在 在積極的鄭國寺這個地方 你知道 積極鄭國寺這個地方 對 那鄭國寺你知道嗎 這個鄭國寺在921大地震的時候 早就已經蓋好了 甚至在它10個月前 它的設立塔 也在那邊已經蓋好了 問題是 正央在這裡它應該最慘 應該整個 結構都會破壞了 完全沒有任何損傷 沒有絲毫損傷 可是你說正央在這邊 怎麼知道沒有受傷 那就奇怪了 正央應該是最慘的地方 對啊 你問當地的這一些 這些尼姑他們住在這邊的 這些法師 他們說因為有佛陀庇佑 所以才不會有事 其實早就五個宗師 預言台灣會有大災難 那就是因為佛陀的庇佑 所以才大災化小災 然後沒有讓災難更大 是 我跟你講 更厲害的就是 他說後來2013年的時候 不是發生南投仁愛大地震嗎 也很靠近這一代 結果呢 結果我跟你講 據他們說 當然我是沒有看到 他們說他們看到那個護法 就把整個 震國勢抬起來 抬起來 是 因為抬起來 你地在震動 那你整個勢抬起來 你還震什麼 就震不到 這建築結構可以抬得起來 是 這個聽起來很詭異 好像完全不可思議 但是問題是 他沒有受到任何損傷 也是個事實 所以你要怎麼去解釋這種東西 我只能說 有信仰的人 當然會相信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一般人 大概也只能去看 一些相對科學的解釋 來證明這種東西 但是問題是 我跟你講 這一次 我跟你講除了地震之外 中美洲的地方還有颶風 颶風馬利亞又來了 然後還是一樣 造成非常大的損害 不管是多米尼加 還是波多里克 都非常慘 你看 樹倒 防倒 船都翻了 我跟你講這是幹什麼你知道 當時這一家山口人 因為颶風實在太強了 我們想要搭船逃離這個地方 一座船出海 是 結果出海的時候 海律上風浪多大 一個颶風大成這個樣子 雖然他這座船據說有千頓重 但是一樣沒用 遇到大浪大風 你還是一樣 整個180度翻轉 整個就倒下來了 到最後只能等待救援 我覺得他們還被救到還不錯 搞不好整個船 就急急沉下去了 這種颶風強烈的時候 千萬不要隨便出海 連那種軍艦都要躲到港口流去了 何況是你這個東西 但是有的時候在地震 在災難的時候 在颶風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一些 激勵人心的一個事情 對 你知道這一次 有人就把這一幕拍下來 你看這是一隻貓咪 看到沒有 這隻貓咪 你覺得他在那邊游水 看起來有什麼好意外 立剛不要忘記了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些 貓好像怕水 貓平常都最不願意碰水的 一般人養貓的人 他要給貓洗澡 貓逃得比誰都快 但是你從這張照片 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生物 還是有堅強的生命力 他不斷的也為自己的生存在奮鬥 但是有一個地方的奇景 讓我們看來真的覺得很詭異 什麼地方奇 只有在法國南部的一個小島 你看它的海浪打過來 有沒有看到一個一個方塊 看到沒有 一格一格的 對 海浪過來 照理說是一個整個波段過來 怎麼會有這樣子方塊出現 對啊 有誰看過一格一格 你說三色海我看過 你一格一格的海浪 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有沒有注意到 還是交錯進來的 是 這樣直接交錯 你有看 你看 從這邊看更明顯 好像那個一塊一塊田一樣 在海上直接這樣跟出來了 這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面積還滿大的 是 我跟你講 其實這裡剛好是兩個海域 在深海交匯的地方 然後洋流互相交錯 所以就造成這樣子 互相影響 變得一格一格這個現象 但看起來雖然很漂亮 船千萬不要隨便接近這個地方 因為你接近這個地方 兩個洋流互相撞擊之後 你船會被困在這個地方 你可能跑不出去 所以看起來美麗的背後 可能隱藏得非常大的危險 我們看到在大洋面上 雖然出現這樣子奇怪的 一種圖騰在那其中 可是我們說到那洋面下面 有許許多多地方 會有一些大的裂口出現 可是這些大裂口 你可要特別的注意 因為森林你千萬無盡 因為你進了去 可能永遠被困在那大裂口底下 我們講到這個森林 大家可能覺得很可怕 可是別忘了 它竟然是我們人類起源的地方 我們講到的是東非 東非那一邊的話 我們人類的起源是來自於非洲 可是麗剛你可以想像嗎 東非這個地方 竟然會有這麼可怕的生物 這什麼東西 你不要以為是雕像 這是真的生物 那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是真的生物 來 看起來像蝙蝠 看起來像老鷹對不對 那到底怎麼回事 原來這邊有一個很特殊的 那個湖附近的話非常可怕 你就會覺得說這個動物 麗剛你說這是生物 我覺得這很像是 以前的神話故事裡面 有那個梅杜莎有沒有 你是說看到牠頭上都是那個 頭髮都是蛇 一看到不是就石化 看起來全部都是這個模樣 所以這些是被石化的生物嗎 對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結果麗剛你知不知道 這其實是攝影師 他故意把它放成這樣 拍起來有一種很蒼蒼蕭瑟的美感 所以你說本來不是這樣 他們是一隻一隻全部都石化 然後全部都倒在湖邊 攝影師把牠抓起來 把牠排好 然後把牠拍了這個照片 好 但是問題來了 這些生命體早就沒生命 這個湖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湖會把這些生命 水不是生命的起源嗎 為什麼這個湖 反而把這麼多的生命都拿走 結果原來這個湖 可不是一般的湖 首先 它是個溫泉 它的水溫有五六十度 還滿高的 這麼高 然後接下來旁邊 是有火山在活動 火山活動之後 一些火山會跟噴出來的東西 就會融到這個湖裡面 然後接下來的話溫度高 又把水分慢慢的蒸發掉 牠們去量發現天啊 這個湖水你碰下去 它非常的凶狠 它的PH值大概是9點多到10 是搶檢性 這麼高 非常恐怖 所以有一些動物不知道 因為牠看起來 這個瓶頸無波非常的漂亮 有些動物一下去之後 牠慢慢的中毒就會 蓋花就會死亡 所以也就是說 我本來牠只想下去喝口水 一喝 或者去抓個東西來吃就沒了 而且牠沒了之後 屍體還不會爛 屍體不會爛 有一些你看牠的毛髮跟牠的羽毛 全部都還好好的黏在上面 所以你說被這個水給吞噬掉的東西 居然還不會滑 所以它才會說 看起來像蓋花的模樣 一直看起來才會說 東非這個地方非常可怕 可是大家也是很好奇 你說回來 我們剛剛不是講嗎 東非不是人類的起源嗎 這個地方怎麼這麼恐怖 而且你人類在非洲 在東非就好好的 為什麼又要遠離非洲 而到全世界各地 當然我們也可以講 生物本來就是會有那種往外拓殖的 那一種本能 但是更大重點是 有人說東非這個地方 可能有些時候 會遇到一些恐怖的怪獸 那裡有恐怖怪獸 對 但是怪獸有大有小 來 我們跟大家介紹 東非那邊有怎麼樣可怕的怪獸 我們講到蜘蛛 大家想說蜘蛛 蜘蛛也還好嗎 一打就死了 但是立剛你知道嗎 這蜘蛛竟然對人血很有興趣 蜘蛛會吸血 來 我們畫面上看到這個 當然這個蜘蛛它是一種跳豬 但是重點就在於 他到底對人血有興趣 那你怎麼吸人血 結果立剛你知道嗎 他會派出他的蜘蛛去 你 蜘蛛 他也就是蚊子 蚊子不是會吸人血嗎 說不通 蚊子吸人血 然後呢 然後他會專門吃吸飽人血的蚊子 所以就是說他專門挑吃飽的蚊子 對 那當然或許我們會知道 因為蚊子的話 大部分是母的蚊子才會吸血 因為跟他要產卵 跟他要繁殖有關係 科學家做實驗之後發現還真的 那個乾乾扁扁的蚊子 他都不吃 因為吸飽人血的母蚊子 所以他有挑剔的 對 大家才說原來你還很挑的 怎麼會這樣子 那到底對人血這麼有興趣 到底是怎麼回事 雖然人血很癢 沒有錯 但是接下來這個動物 他不用靠食者自己來就好了 這什麼東西 旁邊上有沒有看見 你看他的肚子不斷的脹起來 這到底怎麼回事 原來這是一種特殊的蠅 我想說咬人的不是蚊子嗎 這個蠅 這蠅會咬人 蠅咬人 可是我看到他在吸血的時候 怎麼有東西放進去 這個叫XXFLY 我們叫做彩彩營 彩彩營他其實用他很尖銳的口徑 你看 就直接從你的皮 又直接會戳到你的血管裡面去 然後就把血吸上來 好 問題阿力剛沒錯 你剛剛講的重點 他把血吸上來之後 我們的血不是會凝血 會乾掉 他應該吸不到嗎 他會把他的唾液吐下去 來 黃泉長我們看一下 他把唾液吐下來 他把唾液吐下來之後 你的血就不會跟屁 就不會凝血 他就源源的不覺得 把他吸上來 結果可怕的事情就在於 他的口水很髒 裡面有細菌 口水裡面有原生動物類 我們叫鋼皮亞追蟲 或者叫睡眠病原蟲 他口水吐下來的同時 這些的生活史就要進到人體 然後看見這一條一條 我們用動畫示範給大家看 但是我們跟大家講到 有很多充滿了遺跡跟玄妙 不是只能在非洲 沒想要在英格蘭這邊也有 你看 他們找到一個特殊的墓葬 裡面起出了巨大的骨頭 巨大的骨頭 天啊 還是古修的巨人族嗎 那不是很奇怪 我們來畫面上我們看見 真的人類中有巨人族嗎 你看 他這個感覺上是一個 凹下去的 一個挖出來的一個特殊的空間 然後把這些特殊的骨頭 擺在這裡 但是我們看到這巨人族很怪 立剛你知道多怪嗎 多怪 他有脊椎骨 所以應該跟我們一樣 但是他卻沒有四肢的骨頭 沒有手 沒有腳 來 大家畫面上 有沒有看到一個尖尖大大 這是他的頭骨 怎麼跟我們長的都不一樣 他頭骨怎麼比我們還尖 對 非常怪 結果科技家去研究之後 天啊 立剛你知道那是什麼嗎 那竟然不是遠古的怪異人類 那不是人類是什麼東西 海豚 遠古的海豚嗎 海豚 那你幹嘛要把海豚 用一個特殊的墓葬儀式 然後真是非常的講究 然後把海豚這樣掩埋在這裡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大家就想說 難道那個時候的人 對海豚有什麼特殊的崇拜跟喜好 你看你知道考古帥的結果 真是大家聽了會啼笑皆非 或是跌破眼鏡 竟然說他們平常是吃海豚的 這是在海豚 坐在生的這裡 把海豚淹在這裡 就醃漬在這邊之後 不知道什麼原因 後來沒有空吃掉 慢慢的食過境遷之後 我們竟然以為是個海豚的墓葬 所以其實有很多考古 我們在還原之後 結論真的讓我們覺得很難接受 我們看到考古的結果 常常有時候讓你會出乎意料之外 可是我們說到 新疆這個地方荒原一片 可是有人就說 我現在要到裡面去探險 但是現在的科技發達 照理說一個人進去 應該不成問題 但有人真的在裡面失蹤了 可是通聯的最後 只聽到風聲 沒聽到人的聲音 是 立剛 這個男子叫葉遠傑 他是在廣東深圳那個地方工作 後來獨自到新疆去旅遊 結果在旅遊的時候 卻在沙漠中消失 根據他的朋友表示 他在消失當天9點43分 他有通了一通電話 他接起來之後 沒有聽到任何講話聲音 只有沙沙沙的風聲 照理來講 9點43分應該是天亮了 應該不會有任何危險 可是接起電話卻不說話 只有風聲 對 這就讓人家覺得很奇怪了 莫非他遭遇到什麼危險 讓他不能開口 或者是什麼東西 去誤觸他的手機 不得而知 事實上在新疆這個地方 不只只有這起人消失的事件 像在格里塔這個地方 就有起另外一個 神秘的消失事件 這是什麼事件 就是說當時在駐紮這邊 有一個軍隊 有兩個阿兵哥晚上在戰衛兵 其中一個阿兵哥就突然 聽到一個怪怪的喊叫聲 他就覺得很奇怪 那個地方那麼荒涼 怎麼會有人在喊叫 怎麼會有人喊叫 他就問說你有沒有聽到怪聲音 結果另外一個阿兵哥跟他講 我沒有聽到 結果過沒多久說我也聽到了 於是兩個人討論一下 就說既然有這個怪聲音 我們都聽到了 不然我們去看看好了 查原因 對 結果在這邊正要過去的時候 就被連長叫住了 連長遠遠的看到他們 你們要離開崗位 你們要去幹嘛 他說我們有聽到怪聲音 想要去一探究竟 就在這個時候剛講完 結果這個地方突然出現 一陣狂風 狂風大到什麼地步 連長的眼睛都張不開 結果一分鐘過後 風熄了 結果他一看 兩個人不見了 奇怪 對這人怎麼會不見 所以他很好奇的走過去 到剛才那兩個阿兵哥消失的地方 一看 不得了 地下就是手槍 水壺 還有衣服 甚至旁邊還有一灘血 有一灘血 對 奇怪 人怎麼就這樣子不見了 還有一灘血 對 所以這個連長後來 當場嚇到暈倒之後 隔天醒來 告訴人家這件事情 那部隊也不敢大意 因為畢竟是連長 不是隨便亂說話 可是怎麼找都找不到 後來這件事就不了了之 但是你以為就只有到這裡嗎 不 因為這兩個阿兵哥 消失之後的一個月 沒有多久 隔離塔這邊又出現了 人消失的事件 那一天晚上的據說天氣更冷 而且寒風收收 寒冰刺骨 就在這個時候 這個地方突然也是出現了 一陣狂風 在狂風過後 突然這邊的牲畜大聲慘叫 居民從來沒有聽過 這些牲畜如此慘叫的聲音 所以紛紛出來看 然後重點是 不只是村民這邊有聽到 駐紮在這邊的部隊也聽到了 因為這一批部隊 通常採買糧食 都是到隔離塔那邊去 結果他們就是在走的路上 怎麼有聽到一陣怪怪的聲音 然後就有看到隱隱約約 這些村民出來的情形 但是沒有多久 一陣狂風吹過 然後他們也是看不清楚 因為遠遠的看不到 結果他們不以為意想說 可能剛好就是一陣狂風 結果走過去一看 不得了 怎麼說 所有的村民都不見了 地上散落著衣服 更重要的是 這一個地下的那些深處 居然都變成一具具血淋的骨骸 這就讓人家覺得非常訝異 那這個怎麼來的 這就不得而知了 這一個地方就是湖北的紫龜線 這邊有出現了一個 冰火洞 非常神祕 兩個洞只有距離三公尺 結果一邊會噴出熱 另外一邊卻會結冰 一邊熱 一邊冷 而且才相距三公尺 當地的居民是說 在明清時代這邊有兩條龍 來到這個地方 看到這邊靈氣不錯 所以託夢叫這個地方的居民 在這邊建了一座鐵瓦斯 結果四漸層之後 就出現了這麼樣的一個冰火洞 可是很有趣的是 這個冰火洞不夠熱 還不會結冰 而且這個熱氣還會讓這個 植物通通都枯萎 所以當地的居民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後來地質學家去探究 探究了之後發現 這個火洞可能是地底下地熱冒出來 可是冰洞卻怪了 因為這個冰洞 一般來講地下正常溶洞 應該是10度系以上 結果它只有4度 怎麼來的 後來才發現原來這個地下 在前一天晚 前一年晚 前一年冬天的時候會結冰 當這個冰因為夏天的熱氣夠熱 冷空氣湧上來的時候 剛好遇到這個熱氣 就會使得水氣凝結 然後在洞口這邊結成冰 所以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真是讓人家覺得嘆為觀止 可是說到 這一個家庭裡面 有人離家出走了 這麼一走兩年的時間 但卻帶了七個小朋友回家 這是怎麼回事 雲南昆明那一邊的話 其實有一個人 他家裡的成員竟然走失了 那結果兩年後 自己還認得路回來 而且離開的時候是孤家寡人 回來西家帶眷 總共八個人一起回來 兩年後你還認得路回來 而且重點還會回到自己家 是 大家都覺得說 豬就是懶 髒 臭 笨 其實哪有 才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 豬是很聰明 是很機靈的 大家如果不相信 我們做一些實驗給大家看 來 我們畫面上看到的是 你看 有沒有看見 你看 結果這是個拼圖 而且你不要想說拼圖 不簡單 拜託給 他那個形狀要對 方向要對 顏色要對 有沒有看見 但是重點是在於 他要認得形狀 認得顏色 還能夠操作 還能夠對方向 你知道這是多困難的事情 而且對方向要能夠對準 才能夠放得進去 而且他們才發現 你有時候有這種 空間的操作能力 有記憶的能力 還有一些愛恨跟情感 我們過去都會認為 可能是這個領長類 比較高階一點才會有心智活動 結果沒想要豬竟然也 說到高鐵 你可以注意到全世界的高鐵 都在比那速度 但是現在有一個國家的 高鐵的速度 可是變成全世界最快的 是 立高我們都知道 再過一個多禮拜 就是11了對不對 11大概地表人類最大的移動 又要開始再移動 又要出現了 是 所以這個時候 他們的運輸 11長假 對 運輸就千萬不能出皮了 這個大陸的 他這一次把他們的復星號 再度提高他的速度 從原來300公里提高到350公里了 這個時速增加的話 如果1000公里的距離 可是少了不少的時間 是 所以從北京到上海 以前要5個小時對不對 現在只要4個半小時 等於北京到上海 比我們台北到高雄 越來越多了 好幾倍 好幾倍 那速度這麼快 差不多1000多公里 更重要的就是 這是一個人類的里程碑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世界上 有正式營運的高鐵裡頭 不管是新幹線 還是法國的TGV 正式的營運時速都320 可是大陸的復星號 已經到350了 所以他創紀錄了 他現在是全世界地球上 最快的 全世界最快的 但是我跟你講 現在人類的世界 一切都在求快 有一個東西也在求快 我跟你講 立剛 105秒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105秒好像不能做什麼事 對 呼吸個幾十下就沒了 對 但是我跟你講 105秒 我就可以生產一台車給你 怎麼可能 一台車子坐一坐 最起碼一兩天 這是中國大陸 華晨汽車最新的大東工廠 你看裡頭全部都是自動化的 包括焊接 然後裝飾 所有整個打磨 全部都是自動化的人工機械手臂 然後直接這樣打出來 我怎麼看不到人在作業 因為它全自動 根本不需要人 它整輛車都是全自動了 對 這是在BMW的標準監督之下 完全照他們的模式 去生產出來 所以它只要105秒的時間之內 就可以生產一台車 這麼快 所以你看這個速度這麼快 超無想像 這真的非常可怕 對 但是問題是你這麼快的速度 如果生產一台車出來之後 剩下你的業務就要傷腦筋 因為你要把這麼快 生產出來的車賣出去 還要消掉 對 這個就比較麻煩了 再來我跟你講 11長假過之後 還有另外一個假 什麼假 對中國大陸也很重要 哪個假 叫做光棍節 雙一光棍節 雙一光棍節 這個時候 因為大家都光棍 光棍這間沒事幹幹嘛 我來購物 所以購物 所以你那時候物流的量會暴增 對 不管是菜鳥網路 還是京東商城 這時候大家都要搶兵 怎麼讓我的物流速度加快 加快的唯一方式 就是增加你的機械化程度 以前有個幾十 一二十個機器人就不錯了 他們現在已經上百個機器人了 你有沒有看到 整排排在那邊 是 整排這樣排過去 然後他們現在只要一介紹到指令 對不對 這些機器人直接就是取貨價 去拿貨 這麼厲害 對 拿貨回來之後 到撿貨員這邊 撿貨員來看你拿對不對 然後全部把它裝好 把它放到購物箱口 為什麼 因為不是一個客人指定一樣貨物 他可能訂好幾樣不同的東西 這個時候這撿貨員 就把它全部裝好之後 機器人再把它送到 那個送貨價那邊去 然後直接就可以準備選擇出貨了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們都不會撞在一起 是 因為他們自己有迴避的儀式 其實他們每個 你看移動速度多快 對 移動速度非常非常快 裡面上面裝的東西都不一樣 是 都完全不同 所以他們各自接到指令之後 各自執行自己的任務 所以這真的非常厲害 跟傳統商庫完全不能交平 你想想看 如果是傳統商庫的話 你接到指令之後 撿貨員先跑到貨價去 把貨拿回來再把它撿貨 再放好 再去拿另外一個貨物 全部撿貨 它一天不知道要跑幾十公里 那每天在跑 你看傳統貨價就要這樣 拉著推車到處跑 你知道不知道要跑什麼時候 所以現在你用機器人的話 它至少比傳統的 倉庫快三倍以上 快這麼多 對 一個小時 能夠撿100多樣貨物 非常非常的厲害 所以在這種無人機械化的時代 做什麼都要靠這些東西了 但是問題是 我們說一般這種 制式的東西可以對不對 像這種手工的 比如說像包餃子 包子 那不可能 那不可能 一定要擀麵什麼 全部都人工 手工要時間 對 做了 慢工才能出細活 我跟你講 現在全部包餃子 全部都可以機械化動作了 我問你 不要人包 不用 包餃餃餡 包餃子皮 擀麵 全部 對啊 怎麼看起來跟布一樣 全部都可以人工 他們現在八條生產業 一天就可以產32噸的水餃 這麼多 水餃用燉蒜 不知道可以給多少人吃 但立剛其實台灣 也有這樣的生產線 我們也早就在做 這樣的類似的事情了 然後我們現在的燒賣機 一個小時可以做6千 一天可以做6千顆 一天6千顆 對 所以那個量都非常...大 目前人類越來越厲害 我們現在這種無人化的 不管包餃子 包包子 這種食品 他們可以做出300多種出來 而且還每天都在增加當中 所以在這種無人化 越來越激烈的世界 我覺得第一個比較擔心的 就是未來這些年輕人 如果你沒有一技之長 你想要單靠勞力付出 你恐怕根本找不到工作 你看到現在的勞力 是誰在付出 現在都是靠機器來付出 整個執行的效率非常的高 但說到執行效率高 拖吊車執行效率夠高 看到你圍庭馬上過來拖 但這時候有人用了一個 反制的動作 那拖吊車他敵得過嗎 拖吊車急著要拖車 但是被拖著人 如果看到車子被拖我告訴你 當然要希望他趕快放車 你看大陸 他有一個車子 其實他就是圍庭你知道嗎 就要被人家拖掉 結果你看 這個女車主開始就跟他爭論 說你把車放下來 當然這個拖吊業者不願意對不對 你看這個女車主他就上車 對 你想說他要拿證件對不對 他應該是想說 有東西留在車上說 我等一下 我會給他拿走好了 結果沒有想他就來開動車子 我的天啊 什麼 他的車把拖吊車給拖著了 本來是他的車要被拖掉 現在換他把拖車給拖著 你看那個拖吊車司機 還在拚命追 他在旁邊一直跑你知道嗎 真的是太誇張 有人就講說 這個女車主千萬惹不得他 我都覺得這車馬力還真大 是 可是你知道嗎 事實上有時候在開車在路上 有時候已經意外事件 真的你很難去防範 有時候就要看你 臨場的危機反應你知道嗎 你像畫面上面所看到 這台車大家這樣抓拖有沒有 本來是拖得好 結果沒有想到 騙了… 他居然再一騙過去大甩尾 你以為他要撞到右邊對不對 結果這一撞 你有沒有看到 那個怎麼回事 怎麼會有一個人 這個駕駛居然從駕駛座裡面 就跟Polo醫生 從前面的擋風玻璃 就跑出來你再看一次 這個真的非常非常的驚險 但是問題是他怎麼會從 你看他車子 他直接跳下來 對 他的車子的 右邊的車頭其實整個重量 他這個左駕的車子 他大概覺得是危險的 你看 他摸著頭說 奇怪 我怎麼下來 但重點是前面應該有擋風玻璃 他那時間抓得真好 你知道嗎 擋風玻璃一碎 他就這樣子 你看 這一撞 砰 重點 他完全沒受傷 你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我們講說 他的這個反應真的是好 但是我跟你講 這不算是驚險的 你知道嗎 因為他最少 你看他那個 大概有一些煞車 而且就是搭著這個馬路 如果在懸崖邊你怎麼辦 完了 沒錯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 這台車竟然要翻過 你知道嗎 等一下 你看 等一下 當那什麼回事 本來這個車子已經要倒下去 要倒到下面去 突然有一個人飛升而出 他跟跳水的姿勢一樣 就這樣飛出來了 感覺上像是 他有人把他拉出來 有人講說 天啊 你的反射神經太好 但是這個畫面 好像只有在好萊塢店裡面 才有可能看得到對不對 而且好像已經準備在那裡好 那個時間差真的抓得很好 他要是沒有及時跳出來 可能人也被拖到 這個車子下面去了 所以我們要看畫面上的這個 這個怎麼回事 你現在看 這是一台大的車子 在下面還有一台小車子 這拍電影嗎 不是拍電影 這是真實上演的問題 真實上演的場景 對 因為其實 有時候我們在開車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只看著去 你現在看了 這個行車紀錄器的這個畫面 後面這個車子開得順順 但有一台車端要超車對不對 你看 他一撞 撞一台 他撞到了那一台車之後 往旁邊卡到另外一台之後 再倒彈回來 就這樣卡在貨車的車道下 你知道嗎 那台造勢的車輛算走了 好了 因為他本來想要從後側超車 可是他距離沒有抓好 這個一個後側超車的時候 你看他先撞到了 隔壁的這一台車 撞到了對不對 他繼續往前走 但問題是被他 卡到那一台麻煩 因為在高速行駛的狀態之下 他打滑撞到了 我們這個車子 內車道的那一台車 結果他撞到之後 一緊張再反彈回去 完蛋了 你想想看 這個車卡在這裡面 這個人應該兇多吉少 沒命了 旁邊還好 我跟你講 其實有時候真的是 見義勇為很重要 旁邊的駕駛一看到之後 趕快下車 把這個駕駛給他拉出來 你知道嗎 他居然沒有死 而且沒有什麼受傷 命這麼大 後來再去查 剛剛一開始造勢的那台車輛 他居然是來髒車 不怪他要走你知道嗎 我們就講到在馬路上面行駛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真的會遇到 很多奇怪的問題 譬如說畫面上這個 這是在俄羅斯你知道 他本來這個開車也都開得很好 你看那個白色車子 怎麼突然翻掉 他本來想要變換車道 怎麼突然翻過去 感覺上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把它往右邊拉 前面沒有車 他居然自己會彈起來 怪了對不對 而且他那個車子翻過來之後 因為他本來是行駛狀態 他本來就有這個衝力對不對 這個動力還在他的車頂 你知道嗎 後來才發現到 他走過的時候會有一個冷孔蓋 突然崩潰你知道嗎 那個力量之大 就把他那個整個車子 你再看一次 砰一聲 有沒有看到冷孔蓋留在原地 居然就這樣給撞上去了 我們講說 其實在馬路路口 你看現在畫面的這個照片 恐怖 他不是只有一台而已 你看看兩台這樣十字路口 兩台車這樣開開開 事實上那個腳踏車 他本來騎得好好的 是有一台是兩台車 完全沒有看到這個對 另外一邊直角的這個來車 兩台車一相撞之後 這個腳踏車 本來只要想說他死定了 這個超速撞擊之下 應該很麻煩 我問題我怎麼看他 好像蹲在那邊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那個角度的關係 他居然錯開 沒有直接撞擊到他的車子 只有撞到他的前輪 所以他的人居然在這個地方 沒有事情 所以我們講說 馬路路路口要過的時候 前後左右都要看一看 常說一句話 命不該決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沒辦法離開人世 可是我們說到有些事情 冥冥之中在監視器拍的東西 讓你看起來好像正常 但突然之間一個影子飄過去 一切都不正常 是啊 立冬假日到了 我們假日的時候 喜歡往郊外走走對不對 如果這個森林裡面 有一口古井的話 我勸大家不要靠近 為什麼 它可能是一個極陰之地 為什麼 來看看這個影片 在這個森林裡面 有一口古井 有一個紅圈圈的地方 發生什麼事情 仔細看 有一個看起來像是個 幽靈的影子 往這個古井跳下去 我看到了沒有 黑黑的影子 半透明的 你只要把這個鏡頭拉近一點 就可以看到那個影子 往這個古井跳 為什麼 其實民間有一個說法 可能是先前就有人 在這個古井輕生 跳下去之後 通常這個靈體 就會重複重複 做這個動作 所以就是說它會在這個點 一直重複 所以各位 大白天也會這樣子 一定也會 所以假日的時候 如果碰到一個古井 在森林裡面 千萬不要靠近 好 如果不到這一個森林裡面 去怎麼辦 去打網球 在球場上 總不會碰到阿飄 球場好多了 來 仔細看 這個球員發球了對不對 請注意 球過去 好像打到那個網子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 看到了沒有 有一個鬼影 來 仔細看 走過去 偏偏被那個球 砰 打到了 看到沒有 他反而被球給擊中了 有沒有覺得毛骨悚然 說實在的 這個鬼影 我們可以說 他真的是百分之百的倒霉鬼 他不過就從那個球場 飄過去 還剛好被那個球員 那個球員一發 而且一瞬之間 發反而被自己被擊中 一秒被打中了 怎麼回事 好 如果你不想去森林 又不想打網球 怎麼辦 咱們來去看一下新房子好了 有一個說法 要小心 怎麼說 這個建築工地 容易有靈體聚集 為什麼 我看起來好像還滿正常的樣子 這個工人在搬東西 運材料 上上下下 這是個建築工 有沒有 建築工人正在忙著 仔細看 為什麼我剛剛講 這個紅圈圈的地方 靈體容易聚集在建築工地 它是一個半透明的人影 而且從右邊 飄向了左邊 工地裡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請注意看 而且工人都在忙進忙出 沒有看到這個窗戶上 有一個靈體 我剛剛為什麼說 還在移動 對 為什麼說這個建築工地 容易有靈體聚集 因為工人在工作的時候 容易出意外 他出意外之後 就容易停留在這個建築工地 所以你一說就留在這個地方 再仔細看 紅圈圈的地方 是一個半透明的人體 從右邊走向左邊 而且立剛這是個大白天 感覺起來毛毛的 除了這些地方 到底有什麼地方比較安全 都不安全 來看一下這個大樓 有一個男子 他準備要親身 可能想不開 有沒有 你注意看 這男子 不該做這樣的行為 對 他坐在這個窗台 有沒有看到 等一下 你嚇到我對不對 下去了 好 我跟大家解釋 試一下 下面還有個人 是的 有一個男子 他就想不開要親身 旁邊的窗戶是不是有鄰居在圈上 不要往下跳 他的樓上也有人準備救他對不對 再看一次 有個紅圈圈的地方是 有另外一個靈體 直接跳下去了 為什麼 民間也有一個說法 人會有親身的觀念 就是因為被抓交替 所以你男朋友說那個營體 會不會 這個鬼想要抓交替 但是那個人被救了之後 他乾脆自己就跳下去了 好 那我什麼地方都不要去 我就出去買個宵夜 回家吃對不對 那安全多了 阿飄也會搭便車 來看一下 你看這騎摩托車的這個阿貝 後面是不是有一個透明的人 緊緊的抓著他 你看這個摩托車後面 是不是有一個透明的 好像是 白色的 白色的 仔細看 不見了 飄出來了 怎麼會飄走了 就是阿飄搭便車 他坐在你的機車裡面 而且他緊緊的抓著 這個騎摩托車的騎士 緊緊的抓著 有沒有 再仔細看 之後化作一陣煙 不見了 沒想到我們在這個路上 騎摩托車也好 開車也好 偶爾阿飄也想搭搭便車 我們看到這樣的畫面 現在這個時候已經夜深人靜了 如果你真的要騎車出門 還真的要小心 休息一下 來告訴我們 一條巨大的繩子 那條繩子居然比人的腰還粗 什麼用途呢 立剛 小時候有沒有拔河比賽過 有 我們通常都會讓這個 最壯的男生站在最後面 然後把這個拔河比賽的繩子 就繞在他的腰上對不對 沒錯 好 在這個朝鮮就是北韓 通常他們豐收的時候 一定來拔河比賽 但是你看看他的繩子 妳這繩子怎麼那麼粗 你看看他的繩子 我問妳怎麼抓 比人的腰還粗 而且通常女生大概一個人 就抱不動這個繩子 而且他們拔河好奇怪 他們不是拉這個主要的繩子 他們是在主要的繩子的旁邊 再分出去各種繩索 被朝鮮拔河都比別人特別 沒想到這樣的畫面 這樣的場景居然會出現在北韓 我們來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閃兵 跳傘真的是一個很危險的動作 每次跳傘 可都是生與死之間的一線之隔 很多人都講說 閃兵跳傘的時候 如果那個閃不開的話 就兩眼開開準備投胎 但問題是如果你閃開了 但是你掛在樹上怎麼辦 你現在畫面上面 所看到這個美國大兵 這是他最後一次 擔任閃兵跳傘的這個任務 結果沒問題 他就閃開了之後 他居然掛在樹上 我看下面好像還滿深的 是 而且你知道嗎 他因為掉在那個地方 一直希望等人來救他 他到最後無聊 到自己拿手機出來自拍 而且他就開始碎碎唸 還可以這樣自拍了 他說如果你掉在別的地方 也就算了 你現在掉在這個高度 第一個我割斷繩子 我要跳下去腿大概會摔斷 第二個是我就算割斷繩子 因為他那個樹 離那個樹幹還有一點距離 你知道 他說完完蛋了 我現在這個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他抓不到樹幹 對 他就拿出手機出來自拍之後 還開始一直洗洗涼你知道 甚至連他的那個隊友 他都把他順便都罵了一頓 就留下這樣的一個紀錄 事實上我們講說 在跳傘的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有的時候 真的是有一些危險性 比如說你現在畫面上面 所看到的 這個人也是在跳傘 他當然不是在當兵 結果他在跳傘 你看他傘也都開了對不對 看起來也準備要降落 對 但是你現在再仔細看 他的方向有點不太對 而且誇啦一聲 自有女神像跟他說 你千萬別走 我覺得你還滿可愛的 我想跟你交個朋友 他降在火炬旁邊 他不是加在拉 是那個傘勾在火炬上面了 所以你看像這種 其實都真的非常非常的驚險 你知道 畫面上面這一位 這個小姐 她是要體驗雙人跳傘 你知道雙人跳傘 後面其實應該要有一個人 綁住他對不對 可是你看他在跳機的時候 他剛好不想跳 他就是不想跳 結果他剛好平面死面 拉著我不要跳 我不要跳 重點是這一個 你現在看 他雖然感覺上 他那個小的傘有開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 主傘沒開 這個女孩子差點掉下去了 怎麼會變這樣子 因為他本來應該跟教練 兩個綁在一起 你現在仔細看 鬆開了 對 他們現在拼命 把他的腳往下壓 為什麼 他的腳如果一伸直的話 腳就會脫離開那個勾帶 這一摳一下 我跟你講他就直接掉到地上去了 天啊 那樣子 真的 所以大家想盡辦法 你知道叫他那個腳 你要攻著 你要攻著 要不然這一下去真的是危險 好 你現在畫面上面 再看了這一位 這一樣是雙人跳傘 你看這個正確姿勢 應該是這樣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你現在還在跳傘 來 沒問題 我們跳下來 跳下來 跳下來 你現在換畫面了 有沒有有架飛機飛過來 怎麼會這樣子 那個飛你是怎麼跳 你是怎麼爽的 那個雙人騎是怎麼爽的 對啊 你居然沒有看到 你想想看 那個飛機飛過去 其實會有亂流 如果撞到的話 或者是就亂流 一打亂 你很有可能就這樣 整個給捲過去 傘捲起來你就沒命了 所以你現在在畫面上面 所看到的 這也是另外一個跳傘 你看這個要跳傘 跳下去對不對 大家一起來做這個 花式的這個跳傘 感覺上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但問題是什麼你知道 跳傘一般來講 是要著陸對不對 你就好好的著陸就好了 這個老兄他就一直跳跳了 你看地面其實滿空曠的對不對 他就預定往這個著陸點 就這樣著陸下去 也都沒問題了 你看非常的空曠 應該看起來 這是一個完美的這個Landing 結果沒有想到 他老兄說我要落地